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们想各种各样的带着严重的学术气味的题目 我觉得都不是很配合装置的这种气氛 那么我们今天实际上非常荣幸 我觉得邀请到了可能在装学领域里面 特别当下装学研究中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位学者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在现场 参加咱们对谈的嘉宾和老师们 首先我想以非常崇敬的心情 介绍刘夏改老师 刘老师我想无论在北大 还是在新加坡国立 还是香港中文 还是北师大 都是资深的学者 而且他也是当代装学的奠基者 推动者和见证者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刘夏改老师 那么 那么第二位呢 我想大家非常熟悉 这个 衣品和长相 具增化镜的杨丽华老师 还有呢 我想这个 在长相上比较圆润 但在思想上极度锋利的 丁云老师 我们总以为这个 佛教对中国的思想影响比较大 但是王宋老师告诉我们 实际上庄子对佛教的思想影响也很大 所以我们特别期待 王宋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看法 欢迎王宋老师 那么呢 最后这位 清华大学的陈碧生教授呢 他是一个人代表着一个半人 就是他自己 我们知道这个 毕生老师在经学和在这个中国思想史 特别当代中国思想史领域 也是有很多建树 于是同时呢 他也是代表他的老师 我们尊敬的这个陈少明教授 来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欢迎陈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主题 实际上是出于两本书 一本书呢是这个 陈少明老师的这个关于庄子的这个论集 梦觉之间 另外一本书呢是 我们 杨丽华老师 出的这个庄子哲学研究 那么这两本书呢 实际上我想是我们 讨论了一个出发点 但是我们讨论的视野啊 我想会不自觉的 或者说是抱着一种自觉的态度 但是以不自觉的方式 突破这个这两本书 直接涉及到整个当代庄学的这个发展历程 和它的发展方向 以及它在方法和主题上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思想空间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想我们会突破庄学本身 更深层次的 或者更广泛的讨论 当代中国哲学的方法 和它所可能呈现出来的 时代价值 我们在经典和时代之间 如何取得一种方法论 和思想意义上的平衡 所以我想呢 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主题 但是三个层次的展开 那么我们今天的安排啊 是这样的 我们先第一轮呢 请这个五位的这个对谈嘉宾啊 分别这个就当代庄学 和相关的问题呢 做一个主题的引言 那么引言结束以后啊 基本上就是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 各位老师在这个主题引言的时候 就对其他老师提出问题啊 这样的话呢 就像我这样的人就可以省的 就一直在听啊 这个完美的视线台上围观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未必能做得到 所以呢 第二个阶段呢 可能就是 我们想有一个自由的讨论的过程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开放一两个问题 给到大家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大概的这个形式呢 就是这样 那么我想呢 是这样 首先呢 我们请这个北京大学的杨丽华教授呢 就他的书和他的讨论呢 做出一个这个主题的引言 大家欢迎 谢谢乐松 乐松的这个介绍 我当然首先我再次感谢刘老师的支持啊 这个刘老师周一的时候啊 被我给这个发现刘老师要来北京啊 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啊 能够亲自的啊 在因为我跟刘老师认识很多年了也啊 但是我一直也没有表达过啊 这个或者没有正宗表达过 我们在学问上啊 就是特别在庄子研究上啊 我们受到刘老师的这个恩惠啊 这个恩惠啊 这个恩惠是一个 呃 非常大的滋养 就是 呃 就刚才乐松的那个总结里面讲 说刘老师啊 这个是当代庄学研究的啊 这个奠基者 推动者和见证者 我觉得这个是当之无愧的啊 所以 呃 我们我们非常 我觉得很激动啊 这个 其实我还居然在刘老师旁边坐着 我还稍微有点紧张 就这种紧张感大概 上一次有这种紧张感是应该是坐在陈老师旁边 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啊 所以这是首先特别感谢啊 这个感谢刘老师的支持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是就呃 刚才乐松呃 点题的两本书啊 这两本书对我们来说就是呃 我们就找一个话题 那对于我们当代中国这些五人台来说 我们就是呃 持续性的找一些话题 基本上呃 都是讨论近年呃 出版的一些这个著作啊 然后呢 就这些话题啊 这个展开讨论 所以我觉得我的体会呢 就是呃 上面的书啊是 其实是核心了 我那个书出的也 一簧也都有三年 上面那个书出的这个啊 邵明兄的书出的这个 不好意思这个这个的时候 这个 这个时候拖打啊 对 这个邵明兄那个书出的已经这个 可能稍微晚一点 其实他那个书交稿的时间挺长的了啊 呃 那我先我就先讲一下我对呃 邵明兄的这个书的我的一个体会和理解 呃 因为我我我我老怀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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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好有问题 我说 我们这本书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本书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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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对话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递进的关系 从《奇物论集系影响》 这本书看呢 是明显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著作 就是写的书 就是奔着书写的 《孟觉之间》这本书呢 看起来像论集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那个 你能看到单篇都发表了 看起来像论集 但是呢实际上呢 你能看到 这个所有的主题 实际上是按照一个 一个整体架构在写 整体架构在推进 所以看似是 单篇文章的汇集 但实际上构成的是 一个整体的著作 而能看到这个 一位我觉得一位学者 其实相当动人的地方 往往就在于 他在一个主题上面 他反复的多年的沉浸 思考和推进 所以从奇物论 极其影响到 这个新出的 这个《孟觉之间》 这个推进是非常明显 所以 我的体会是 上门胸 入手的地方 都是点 但是构建起来的是 一个完整结构 然后呢 由于 每一篇都是点的深入 但是 整体支撑起来呢 是一个大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 是 我 我读的时候是 就很兴奋 现在 在 在阅读过程当中 能有 真正的兴奋感和快乐感 其实不多的 其实不多的 就是有的时候 有很多书写得很好 但是 没有让你 读着的时候会觉得 时不时的会出一身汗 是吧 我读《邵明兄》这本书呢 就是 时不时的会出一身汗 这个汗呢 是什么汗呢 肯定不是冷汗 这出一身汗 这汗呢 是有点兴奋 我再早 有特别强烈的一次出汗感 是读丁云老师的《道体学引论》 中间的某些部分 当然 读丁云老师的书的时候 丁云兄的书的时候 有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有些汗里面稍微有点那种 说这个我不同意 但是丁云兄的书 我记得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 看前面的时候 老天 我们终于 有生之年 见证了伟大著作的诞生了 就那种感觉啊 就特别前面 我特别说前面八页啊 我这个读的时候 这个 当然不是说后面 八页以后就不好了 主要是 主要是那个 主要是那个兴奋感 不不不不持续 还背给古的梦子 对 他主要是什么 他的文体有变化 他八页以后就开始改文言文了 我一读文言文 那个兴奋感就消失了 我还是 我还是认为要坚持现代汉语的写作 这个当然是我边界 所以我这是我对少明老师 少明兄的这个书的一个 一个体会 至于说具体的细节里面 我觉得 因为 少明兄这个书呢 是分四个部分啊 文本 思维 思维 哲学和历史 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文本啊 这个 非常简洁的文本讨论 但是呢 是当今做庄学的时候 文本讨论 我认为是正途 呃 那个非常清晰的指涉了 这个文本方面的讨论 跟刘老师的这个 这个奠基性的 杰出研究的 这个关系啊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个部分 其实特有特色 就是他讲思维 嗯 少明兄对我特别大的启发是 大概是十几年前有一次 是咱们戏里一个什么讲座 反正特高级别的 一个系列的讲座 嗯 那个 我给少明兄做主持 当时他讲 呃 中国哲学的 讲了两个中国哲学 史上著名的论证 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呃 他讲了 一个就是讲了 就是装生梦迭 另外一个他讲的是这个 孟子的 呃 一个论证 呃 我当时印象对印象最深的是 对我影响特别大的 就是说 就是他 试图去 重构 或者揭示 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那些哲学家的那个论证 啊 这个对我影响特别大 以至于我后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 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启发之下啊 啊 这个 在在做 并且 在推进 这是呃 我说的 我的理 我的理解 嗯 那么这个 到了地 这个思维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 双明星有特别 呃 凸显出想象的那个重要性 然后哲学的这个点呢 因为呃 因为这本书呢 是主要是围绕 以奇物论为主着的 呃 一方面呢 他认同这个 刘老师的这个 这个考证 就是那七篇是庄子本人所做 但那七篇虽然都是庄子本人所做 何者是 这个 基础和核心 这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判断 那那 尚明兄这个也有这方面的 一个清晰的判断 呃 最后一个部分 那个历史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尚明兄的这个 呃 这个博大的视野 其中有一篇 特别特别印象特别深 就是这个启蒙视野中的庄子 有这个研究里面 你能明显看到这个 这个视野的这个 这个扩大啊 这是我对呃 尚明兄这本书的一个 一个体会 我自己这本书呢 呃 就格局明显小啊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 小格局的写作啊 这个 这个 但是野心很大 这个 以至于 这个小的格局 根本 不足以承担我的野心 啊 因为当然就是说 呃 我所谓的小格局呢 就是说 我只专注呃 庄子呃 这个哲学内在的 他的思理 的展开 只专注于他的这个文本的 产发 通过文本的产发来 这个展开 呃 我是指涉 指涉到明显啊 就在序言里面就直接就是 呃 我这个书完全惦记在这个 这个刘老师的这个这个 八十年代初的 庄子哲学积极演变啊 呃 对 庄子文本的那个 呃 科学的确定的那个考证啊 呃 所以我以那期篇为核心 所以用材料的时候 我是非常严格 就是 外杂篇我是几乎没用 几乎没用 就是如果我不能够清晰的啊 这个比较清晰的判定 这个 跟那篇的确定关系的话 这个这个材料我是不用的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呃 从写作的从文本的这个基础上来说啊 那也许可能我用的有点太 呃 太强了啊 所以使得我这个呃 我这个书里面显然对于呃 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 庄子那个丰富想象力的那个部分啊 啊 的同学来说 我这个书有点 是有点这个 这个 好像太狭暗 呃 这是我的这个第一个要强调的 第二个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写作的方法 或者说我这个这个书的 对我来说 著述的体力 呃 对我来说 我觉得 我写书一直有一个大的 障碍啊 对我个人来说有大的障碍 就是我 呃 无论从神方面都不希望重复 首先不希望重复的是这个 这个著作的形态和著作的体力 就整体的这个架构的考虑 第二个不希望重复的是主题上不希望重复 第三个不希望重复的是 呃 思想的所达到的那个深度 我不希望重复 我总是希望 呃 每一次写作都变成呃 呃 个人的一次思想的一个 一个 一个磨练和提高的历程 那么对于我来说 那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 呃 我觉得首先一个极难克服的问题 就是我既不肯把它变成按照按照著书的方式写 其实这个方面如果如果就是读书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在旁边记一点心得记一点笔记 然后以以注释集注或者说选注的方式写 这个从从写书的过程来说可能是最简单的啊 这个这个不难而且这个读书也比较愉快 呃 这个写作相对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 呃 这个这个 这种体力我把我我不能接受 另外一种体力我也不能接受 就不能完全接受 就是呃 完全按照结构化的和这个体系化的方式来写 然后割裂文本的固有脉络 这种科目来都是不太可能在书的 诗建议就是设计同时 那些非常简单的 我可以读求很简单的 就是会有读上去 然后又不会有读上去 那是真正的 这个处于是在一内心中 或者什么呢 你是不是啊 因为我现在要认识的 也不认识的 就是有多深度 这种使用来讲 都是很像的 这种东西 就有可能很像的 那么就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写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然后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形态 以至于这个可能对大部分阅读者来说都不够友好 以至于这个可能对大部分阅读者来说都不够友好 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需要再进一步的这个提高 那么好在呢这个是庄子这个内契篇的这个完整性和完成度 那么好在呢这个是庄子这个内契篇的这个完整性和完成度 这是我在刘老师的这个考证的进行程中 然后那我进一步之后 这个阅读者在刘老师之后 这个是庄子的内契 因为是重点的 但是这个是庄子的内契 我非常肯定 transm用在这里 就是这个阅读者预告的 其实是本性的 我这个跟杜 bedeutet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我是认为 当然我没做特别严谨的这个考证 我是认为庄子杂片里面像耕商 特别是我觉得耕商主编的 从与太定者发呼天光 到调语学就统一统也那一章 那个大段 那个大段我觉得是 应该是过渡性的写作 就是庄子产品 我把它称为叫庄子产品 或者庄子草稿或者庄子稿本 那么通过这些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庄子 如此严谨清晰的这个结构 文本之间 文段之间的这个 那个止射关系 我把它称为叫镜像式的止射关系 这个是非常明显 比如最著名的 最直接的就是这个聂缺问与王尼 聂缺问与王尼那一张 其无论聂缺问与王尼那一张 多重要 那一张你去到英帝王片一开 英帝王片一开头 第一张 其实就是发现 聂缺跟王尼那个对话 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对话的背景 那个语境一下子就变了 然后你再回去读这个理解 聂缺问与王尼那一张 就是其无论那一张 你会发现你获得 会获得完全不同的 这个 这个视野和认识 那个语脉 以及对话关系就会变 所以这个是我 所以我说这个庄子那篇的这个完成度和它的完整性 以及文本展开跟思想展开的一致性 这就使得我能够在 依据着基本依据着文本展开的顺序 然后能够又能够以某种比较体系化的这个方式 这个私理化的方式把这个书完成 因此我整个过程其实就是 我把庄子的整个的这个思考过程 就等于还原为这个叫真知之路的过程 这个当然 里面有很多这个很大胆的提法 这个 当然当然都在都在这里行间 那么最后我再谈一点点就是 我这个书从写作之初 就利益要回答 通过自己的写作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能够以多么庄重 多么郑重的态度来面对庄子的文本 和庄子的哲学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以足够的思想的敬畏 思想的那个严肃和庄重 来真正的把庄子哲学的这个哲学性 给他充分解释出来 这个是 所以我写了一个严肃版的庄子 对 以至于 有很多同学也会读完之后觉得 不像自己阅读过的那个印象中的庄子 这个大概会这样啊 但是我这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一个任务吧 我完成这个书的时候 这书主体部分 这个是2020年1月到2020年4月上旬 我记得很清楚是 到武汉解禁的那一天 我本来可以收尾 还有一句话 我就 那个句话我就没写 我留到了武汉开禁的第二天 然后写完最后这一句话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主体部分是 就是非常极端的三个三个月完成的 所以这个书里面 难免有一些情绪性的一些影响和表达啊 这个可能字里行间有一种奇怪的愁苦 对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那边把这个人写作总是在环境当中 当然我还蛮怀念那段日子 那段日子就是这个 确实是难得的一段 能够专心专注写作的事情 对 好吧 那我就讲这么多 好 谢谢丽华老师 我想丽华老师啊 他总是在三个意义上是非常自觉的 第一个意义呢 就是说 他是一直认为 面对经典性文本的时候的思想阐述 一定是需要高度的疑似感和严肃的态度 所以他居然把这个写作的仪式感 加到了这种程度 句号放到第二天写 这种事情我是不可能干出来的 就是 而且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有 这有 这又涉及到丽华老师说的第二个自觉 很大程度上 他觉得 他自己是需要在这个 整个的那期片的文本的 这个整全性 和他的这个高度的完成性的基础上 去找出一个思想的主题 而这个思想的主题 其实又能够揭示出 庄子经典 庄子作为一种经典文本 它在哲学意义上 给我们带来那种 倦勇的那种气息 而这种气息可能看起来是 如果我们用真知之路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 甚至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那种气息的 这样的这个 思想主题 这与我们对于庄子的惯常认识是不同的 我们之所以 至少我个人之所以非常喜欢庄子 我就觉得庄子不太正经说话 但是呢 这个立花老师总是想告诉我们 你看他不正经说话 其实他在正经的思考 如果你不理解他正经思考 那说明你整个人 不太会正经的思考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 立花老师用他的自觉 告诉了我们的 告诉我们这些人 我们的不自觉 第三个呢 我想立花老师的自觉非常清晰 就是说 总是要把自己的研究 放在当代庄学的语境里去 并且呢 能够回复到 当代庄学 对于庄子文本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基础 这个基础本身呢 我们毫不夸张的说 就是由刘孝感老师奠定下来的 这个是一个规范性 这也是个出发点 如果缺失了这个规范性和出发点 那么对庄子思想的研究 既不符合庄子的经典性 也不会体现出庄子思想的时代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实际上我们总是要保持一种 对于文本的尊重 和在文本研究基础上 再出发的那种自觉 我想呢 只有在这个点上 请这个孝感老师 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思想上的 和研究上的这个启示和指点 是最合适的 下面我们有请孝感老师 谢谢这个乐松的介绍 特别感谢这个丽华老师 请我来 那我这个知道这个事 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我说被他一枪打中了 他问我你在北京吗 我说我明天去 这一下就自投罗网了 那一直到开会开始 到了两点钟开始的时候 我还没想好我要讲什么 我真话 我今天那个接我那个同学去了 我也是没想到要讲 我讲我那个原来那个东西 那书也都出来了 我还讲那些东西 没意思吧 可是丽华的这个书 还有少明的书 我早翻过早看过 当时就感觉很好 很喜欢 就厚生可畏 但是我也印象没有那么深了 现在我自己的东西 三十年前东西 我印象也没那么深了 丽华说你就讲 那么我也记得不太清楚 我自己说的话 也记不了那么清楚了 但是我听了这个 他们两个发言 特别是丽华的讲 我很受启发 我有一些个 完全没有过的想法和感受 那我现在就先讲这一点 就是我原来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那个比如少明的时候 我早就看了 我喜欢 他的文章 他的书 我都喜欢 但是跟我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就是从我的思想框架里 去看他的东西 不值得该从哪下手 也不知道该放到 我这个篮子框子里 是白菜啊 还是青菜啊 还是豆角 土豆 还是肉啊 在我这个思想框架里 放不进来 那就是 大概说不好听 就是两代人了 那我现在听这个丽华讲的 我又进一步想 我是在山沟里做学问的 他们这一代 已经升华到了天空 跟云彩一起走了 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 我就想到 我刚刚的想法 真实想法 就是我们做学问的时候 不是作为留校感 在做学问 是要作为 就是 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或者党的 不是 我没有资格做党的代言人 至少也是 要跟党的声音一致 这个在我们那一代人里 就是至少你不能越轨 所以那个就是 我觉得我是在山沟里做学问 就是由于我在那个 很强硬的框架里思考 我是有突破 我觉得我的突破不小 但你现在回头看 我还是在那个山谷里思考 那到丽华 你们这一代已经到了 天空了 云彩了 可以自由翱翔 思绪可以自由翱翔 你们可以作为 我不是作为留校感写书 作为留校感在讲什么 我是在讲留校感 认为正确的东西 就是我把这个真人 推到后面去了 那丽华讲呢 他就是活生生地 在这一个小伙子 生龙活虎的 朝气勃勃的 那么一个活人在讲 那我可能就有点像一个 就是我实际上 已经是老学究了 就是好像一个学究 在讲他应该讲的东西 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所以活法不一样 我是在那个时代活过来的 所以这样讲呢 就是说我那个庄子那本书呢 你可以说优点是严谨 严谨认真 缺点呢 就是逍遥不起来 一点逍遥都没有 那这个 这个是 其实我想讲一下我的经历 我是这个第一批硕士 第一批博士到北大的 那个时候来了以后 就是说 当代年跟我们上这个 方法论的课 那个史料学的课 那个方法论的课 还是首先历史唯物主义 这个 辩论唯物主义这个 朱伯坤跟我们讲课 讲史料学 他也是用这个 马列主义的这些东西 那朱伯坤 他就是说 属于是历史问题 很复杂的了 文化大名 挨整挨得很厉害 但是他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讲史料学 但是也还是 要自觉地遵守 马列主义的那些个理论 和原则 或者用中国哲学史 再来印证那个东西 或者把马列主义的东西 渗透到这个 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 解释和发挥中去 那时候对我们来说 能用马克思主义 来剖析孔孟老庄 或者用孔孟老庄 能印证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但是没有大的作品出现 我在做的时候 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的一点 就是说我要立得住 就是说自己确实有把握的话才说 没有足够证据的话我不说 所以这样想起来 就是说我的学术上的失误比较少 但是要跟丽华他们现在年轻的 丁云这些人的思想那种 超越开放 那个远见 大概就不能比了 那么我讲讲 但是我也不是说自暴自弃 或者说我那个东西 没有任何价值 也不是这样 我当时想法 就是说我要忠于文本 所以我今天讲 大概讲三个关系 一个是从文本到思想 或者文本到理论 一个历史到现实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从安民到逍遥 时间很短了 我就大概讲一下 这个文本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 有幸当了三年工中兵学员 你们不太懂什么叫工中兵学员 就是那些大学没有正式招生之前 就说后来说 大学还是要文科还是要继续办 就开始招生 我那一年是唯一的一年考试的一年 就是工中学员是不考试的 就双手老简 这个老简就是上大学的资本 那有一个电影 就是说双手老简就是上大学资本 那我那一年正好赶上考试 要不考试我也上不了 考试的话 就我们就 我是老高三的嘛 所以就有机会上大学 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 那个批林批孔啊 教育革命啊 就是整天是这个 政治 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比较多 后来我就跟他老师说 我说你们讲的课跟我高中学的差不太多呀 这个老师说 你让我讲啥了 这个河南人 你让我讲啥了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鲁迅 一个样本系 一个毛主于诗词 你整个现代文学就这点东西 你让我讲什么呢 那我也没话说了 反正我就是吃不饱 那老师说 刘小感我知道你吃不饱 其实文科学习就是要自己做研究 他说我们在人大念书的时候 也就是要写论文 你选一个题目 写论文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我听了他的话呢 我也不能脱离政治啊 当时是平法 譬如 批水浒 说水浒是投降主义 就要平水浒 那时候我想了 我也不能脱离政治啊 我就说好了 平水浒 我就写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 我就想了论理魁 大概写了万八千字 那个老师看了挺高兴 说这个挺好 我们当年在人大读研究生 也就这水平 就是给我的很大的鼓励 就是说开始自己写论文 这个写论文呢 不是写文章 写文章的话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想写 论文的话 那就一定要有清晰的思路 有扎实的理论根据 文献根据 然后你有清晰的观点 那你的观点是通过这些材料 来支持 来彰显 那个从来没有发表 我也说那篇文章早就忘了 但是那个老师的指导 是对我有很有启发 到了北大以后呢 就是很快写硕士论文 很快写博士论文 那我现在想起来 跟那个丽华的比呢 我呢就是 自己把自己套在一个学者应有的 那个脸孔 或者那个面具下 来思考 来写作 丽华他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 在思考 在写作 我们就是把自己套在那个 有一个奇克福的小说叫 这个套中人 因为这个 可能熟悉俄国文学的 就是套中人 他就是每天生活 就寻规蹈矩 穿一样的衣服 走路的姿势 说话 就是把自己套在那个 世俗的那个 生活的那个规范里面去了 那我现在想起 我当年 或者我们那些同学 大概也是 听这个当代年的方法论的课 听这个谁 朱伯坤的史料学 还有这个黄南森 跟我们讲的 马列哲学的 那就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框子 有一个套子 你就 你就要自觉地进去 不自觉地也 不自觉地也进去 也更应该自觉地进去 进去呢 写出来的文章呢 那就是符合这个大方向 理论啊 说不会有偏差 那个训练对我来说 也有好处 就是说好的一面是严谨 我不会胡说 那么缺点呢 就说 不够开阔 就是 那时候我们可看的书也少了 我 我吃亏就吃亏 在那时候不太开放 可看的书少 占便宜 占便宜 在那时候书很少 所以我看到那点书 写出来好像还不错 就是这个有利有弊了 就是说那个不太开放 就是我的阅读量 不需要那么大 我当时就说 我就是讲我当时怎么 我弄了一本 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庄泽和萨特的自由观 发表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那是全国的number one 我在那时候发文章了 然后三连书店就让我写一个小册子 写一个无暗则的小册子 那我怎么会想到 你研究庄泽 你跑到萨特那去了 因为有一个叫官方的人 他原来是中宣部的人 也就是中宣部 红旗杂志的人 他就写了一本很厚的 在我们当时那是权威 庄泽内袭批判 那对我们来说权威 那他呢就说 说庄泽是这个消极啊 颓废啊 存在主义啊 主观微信主义啊 给庄泽带了一大堆的帽子 那他就说的庄泽是存在主义 我很好奇 存在主义 哪有存在主义啊 庄泽怎么会有存在主义呢 一查庄泽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这个词 是德国和法国流行起来的 或者流行到 也到了美国 但是我当时在的是 当代的西方哲学 那我就去看 什么是存在主义 我一看 这个萨特的存在主义 跟庄泽是反着的呀 庄泽要安命啊 萨特要逍遥 要自在 萨特那真的是 就是自己做自己 存在决定本质 我当时不懂 什么叫存在决定本质啊 原来是 你的存在决定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你自己是决定 你要做什么样的人 而你的这个存在 在社会中的存在 你的社会身份 你的社会经历 你的社会地位 决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就觉得 我自己决定 我要当一个马列主义者呀 那萨特的讲法 就是你在这个环境里 就决定了你的想法 你要做一个什么人 所以说他是讲 存在决定本质 那跟主观维新主义 完全没有 你们的主观维新主义 你在西方这些上 主观维新主义代表谁 那当时就把 官 就把这个谁呀 当时官方呀就说 把庄子做成的 主观维新主义的代表 我一看这个根本不对呀 庄子是安命啊 他要承认在现实世界中的无奈 他根本不是要用 自己的主观意识 来改造现实 或者坚持自己的主观意识 他没有这样 所以我这讲的有点乱了 就是说 我就对当时主流的 对庄子的研究 就做了一个 反正就是 算批评吧 反正我就重新讲 我看到的庄子 我看到的庄子 它就是一个安命 安之若命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主义 但是安之若命之后 它要逍遥于四海之外 无稽之野 它是从安命到逍遥 这两个方面都有 那在这个之间怎么转 转化的 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后来 我就那个博士论文写完了 我还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年来 就是让我来讲 参加这个庄子讨论 我有点顾虑 因为这十几年 二十年 我没有再做庄子 写的东西也不多 那么 而且有些东西对我来说 已经是定论了 丽华就提醒我 让我讲一讲 我有一篇文章 是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传商学刊上 讲的 那是我针对的 我的同行里的一些个 一些个观点来说的话 那个 那个 比如我一个考证 我就说 那篇里面没有道德 性命 精神 而外杂篇里面 道德 性命 精神 出现了36次 那我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当时呢 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呢 学术界 张大年 冯友兰 任基玉 这是三个大佬 冯友兰 张大年 你们都知道 任基玉 可能你们不知道了 他是宗教所的所长 后来当了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所以都是在我那个年代 那是三个大佬 三个大佬的观点都不一样 那就是张大年就认为 应该依据那篇来研究这种子 冯友兰是应该打破 内外杂篇的界限 以第一篇和第二篇为根据 来选择其他篇来研究庄子 可是为什么你选第一篇第二篇 你根据第一篇第二篇 你选择了哪一篇 他都没说 那么还有这个一个 这个上海的一个老先生 这上海的 不是比风气还老 那他就说 我们不必区别内外杂篇 庄子就是一本书 你就研究庄子 就不必分内外杂篇 这三个观点 我都觉得 就是说我赞成 以那篇为主 但是我要论证他 为什么合适 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那篇 没有道德性命精神 而外杂篇有 那光这样讲是不够的 因为在这个战国中期 以前的 我所查到的书里 都没有道德性命精神 而在这个战国中期以后 到战国后期 这个韩非子 吕氏春秋 还有这个 荀子里 就开始用了 道德性命精神 就是说 庄子那篇 和外杂篇这个界限 用不用道德性命精神 和历史上的战国中期 和战国晚期的 那个 恰巧吻合 而且没有例外 那现在就是 有一个年轻人就说 你看刘孝感 原来大起了 那么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高楼 关于庄子研究高楼 现在塌了 怎么塌了呢 因为这个 出土文献里 有一个 唐语之道 其中用了一个性命 刘孝感说 战国中期以前 没有道德性命精神 现在出了一个性命 所以刘孝感 这个建构整个塌了 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是 我当时就觉得 我没有发现任何反例 我觉得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因为这个历史 它是一个演化过程 在一个演化过程 不可能清清楚楚的说 昨天是这样 今天就是这样 就突然就变了 不应该是这样 那我当时看的 那篇外杂篇是这样 而且战国中期 以前是这样 战国中期 怎么一个反例都没有啊 对不对 我说我们就北京人 爱吃炸酱面 但是就有人不爱吃 对不对 那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本来这个年轻人 我们那个时代 年轻人都不敢穿裙子 从某一天开始 年轻人喜欢穿裙子了 可是还是有不喜欢穿的 大家都穿裙子 就有人不喜欢穿 大家都不穿裙子 就有人喜欢穿布拉吉 这个是一个正式的历史 那么我看的那个 怎么没有例外呢 所以有例外 我觉得很正常 可是我的一些年轻朋友 就说 哎呀 这个有例外 那就是刘小感 这个理论全夸 我觉得一点不奇怪啊 你说下雨没有 你下雨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每秒钟下的这个下的雨滴啊 或者降水量达到多少算下雨 那掉了三五点算不算下雨 可是下雨之前 总是有那么一个三五点雨滴的情况 你怎么能画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当时做的装子考证 后来做劳子考证 没有例外是我心里不踏实的地方 有例外是正常的 这个世界不是按照你刘小感的意图来发展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想法 你是看出来这个东西 但是也有我的同行就不理解了 就说刘小感是讲着这个 道德性命精神 这不对啊 过去也有讲道德的 后来这个有道德性命精神 还是有很多人讲道德命精神 分着讲 他就是对我作为对我的一种反驳 我觉得这个不沾边啊 我没说有了道德性命精神以后 就人家都不用道德命精神 我没有这样讲 我也没这个意思 他怎么就看到那去了 对不对 而且我也没有说 这个道德性命精神 是我看到的一个事实 在这个文本中 在这个文在桩子里 还有在这个 其他文献里看到的一个事实 只是一个事实 我看到的事实 并不是说一个客观规律 我没有能力做的客观规律 那有人就说 那你不对啊 这个道德性命精神出现以后 还是有很多人用单独讲道 单独讲德 单独讲命 这跟我的论证毫无关系啊 就是我就不明白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反驳 类似这样就说 我很高兴有人出来反驳一下 但是我发现这个反驳在这个逻辑上和证据上都是不足的 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多讲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刚才想讲三个题目的 最后我就跳过来吧 我讲安命和逍遥吧 那我现在那么多年过来 我讲庄子 我觉得还是一个安命 一个逍遥 安命在我当时讲的时候 在研究的时候 安命是属于消极的悲观的 没落的讲法 那我现在觉得安命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生之道 你自觉的安命和不自觉的安命 你被迫安命和你有意识的安命 这是不一样的 不过我讲的安命的命呢 不是这个命运的那个命 不是这个阎王爷所决定的那个命运 我所讲的安命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我想考北大 我考不进来 那我怎么一辈子就不活了 没有必要吧 我喜欢一个女孩子 我就想跟她结婚 她就是不喜欢我 那怎么样 我还活不活呀 对不对 那你的命中的东西 就是有一种冥冥之中 你说被阎王爷决定的 还被物质规律决定的 还是被辩证法决定的 还是被存在主义决定的 你讲不清楚的 就算你说我相信存在主义决定的 也没有个公式啊 对不对 可是就是有一种东西 你自己控制不了 你自己改变不了 或者暂时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说我考不上北大 我十年以后考 五年以后考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年你考不上 就是考不上 对不对 那你说这是命 这是很消极 但是它就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客观必然性 我就把这个命运 看作一种客观必然性 就是说命运这个词 我们可以不用 但是呢 我们人生中离不开 这个客观必然性 那你要跟客观必然性 怎么呢 你完全放弃 也不一定是好的 也不一定是错的 就是为什么说呢 你无可奈何 你非要挣扎 北大为什么不录取我 就是北大有问题啊 北大招生制度有问题 北大招生办有问题啊 这个和考试制度不公平啊 你这么想 也不一定是毫无道理 但是没有用啊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正视现实 还是要在现实中生活 我考不上北大 我去考师大可以不可以 我去考师专可以不可以 那我不想考 我直接工作可以不可以 这个都是 就是一方面有这个命 来决定你无可奈何 另外一方面 你还是有你自主的空间 所以就是我讲的安命与逍遥 那我现在觉得 讲来讲去讲到 我自己人生态度就是 有些事你就要安命 但是在安命的基础上 你还可以逍遥 这个逍遥不就是逍遥 要是你的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一种精神状态 一种精神境界 你承认我丑 我找不着漂亮的女孩子 你很痛苦 别人要说我们丑 所以我们找不上好女孩子 这个是不公道的 或者是不善良的 那我们有理由生气 那你生完气怎么办呢 生完气你还得在你这个面容下生活 对不对 那怎么样让自己生活得愉快一点 不要因为她受我丑 或者那个女孩子嫌我丑 我这一辈子就抬不起头来 一辈子就不能好好做事了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安命就是说 我暗用我现在话就是说 接受无可奈何的必然性 你叫不叫必然性没关系 你叫他命也可以 你接受这个 同时在这个技术上寻找最好的可能 做自己的最好的发挥和努力和争取 首先还是要谢谢刘老师 我不知道各位听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刘老师实际上 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论证 而且这个论证本身 是只有刘老师能做出来的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这个人生经历中间的 所有的学习经历 和作为职业学者的经历 来论证了装学的发展过程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确立起这种规范性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是由于他的一种高度的自觉 就是从文本出发 然后让文本本身去说话 我认为我们面对经典文本的时候 永远都是要么回向经典 所指向的那个精神场景 和他们的精神经验 另外一方面呢 要么就是从经典文本出发 去契合我们当下的精神世界 和我们对于这个文本的感受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刘老师所讨论的 和丽华老师刚才讲的 其实是一体两面 一个经典文本 之所以承其为经典文本 这一方面是有人能帮他立足 另外一方面是 有人能够让他发光 我想在这两个意义上来说 实际上两代的装学学者 其实都是在前赴后继的 为这本文本的当代精神价值 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论证 并且与此同时呢 他使这样的一个经典 能够散发出一种 属于经典特有的思想气质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还能想象一种 比刘老师这样的学术人生 更完美的人生吗 你想象不出来 对吗 虽然刘老师一直说 他是一个按规范的 装在套子里的人 但是我们当下想把自己装进套子 都挺难的 我们实际上都活得太自由了 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想法 装到装子那里去 我们拷问装子 然后自出积枢地 讲一讲自己的想法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刘老师本身 他提供的这个学术人生的经验 就是在告诉我们 实际上面对经典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有严肃的态度的 并且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 回向文本的这种持久的直觉 那么我想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之所以用真知和油关 来作为这样的一个论庄的主题 很大程度上是要 一方面是要强调 这个丽华老师 所一直强调的那个真知之路 但另外一方面 我想很重要的是要去强调 少明老师所强调的 做中国哲学的那个油关的态度 从经验入手 以点状的方式连接出来的 可能在每一个 在一个冰面上面 我们在不同的点上打出一个 在每个点上打一个庄以后 你突然发现有一天冰面裂开了 它形成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纹样 但这种纹样似乎跟这个打庄 没有什么关系 但一致同时你又告诉 你又不得不告诉自己 如果没有冰面在 没有这个持续的 看似不经意的 把这些一个一个的庄打进去 我们永远看不到如此漂亮的思想的纹样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少明老师呢 恰恰是要用一种视野 和一种持续展开的哲学活动 让我们看到 装置精神世界中间的那个 当下性 和这种当下性 能够成就的 与我们的当下性 能够共振和压运的那种思想气质 所以我想呢 接下来我们请这个 少明老师的高足啊 这个 毕生老师来谈一谈 欢迎毕生老师 谢谢杨老师的邀请 还有那个乐松的介绍 就是 其实今天 我王权是来围光的 就是围光五人坛 因为 我是代表 我老师 就陈少明老师 来谈那个庄子的 所以在这里面 谈到的相关的内容呢 就是 只是谈我对陈老师的 那个庄子的理解 然后如果 如果说的对的地方 是陈老师对 说的错的地方 是我理解错了 就是 刚才 杨丽华老师 跟刘孝岗老师 都谈了他们 讲到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庄子 以及背后的那个思路 我最近看的 关于那个庄子的书 最主要就是 杨老师的那个庄子哲学员 就还有 陈少明老师的这个 孟觉之间 因为杨老师的书呢 就是在我看杨老师的书之前 就我记得好几年前 有一次碰到杨老师 他就跟我说 我现在喜欢庄子 我当时特别惊讶 我记得当时在商联的 那个商联的书 其实刚出榜不久 然后到前些日子 就杨老师的书出榜之后 然后我拿到书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读了 读了之后 我觉得还是确实 这个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是杨老师的这个书 是续上了一个庄子研究的 一个思想脉络 就这个思想脉络 这个思想脉络的一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用杨如斌老师的一个书名 来说就是儒门内的庄子 当然可能跟我个人的 这种阅读体验有关系 我在读杨老师的书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老是想着 杨老师的理学 就是从杨老师的理学的角度 就说做一个理学家来理解庄子 那是应该通过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例子 有过很多人 对很多相关的细节的问题 有过很多讨论 那杨老师在这里面是怎么讨论的 我觉得这里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杨老师最后讲到的 那个增织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题目 就是增织与油光 就这个增织的问题 确实是 杨老师通过非常 整密而细致的论证 然后讲 在庄子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无知之之 才是真正的真知 这个光点对我来说 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的 就是 简单来说 就是我发现 那个 就发现了一个 我此前没有这么考虑过的 考虑过的那个庄子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觉得 这个书思维的 整密程度和结构的这种 结构的这种严整的程度 都是 都是那个在 庄子研究里面 都是非常 非常突出的 然后呢 陈少敏老师讲的 那个庄子 陈老师对庄子的研究 有两本书 刚才杨老师也讲到过了 就一本就是讲奇物论 一本是这本梦觉之间 然后呢 奇物论极其影响 这本书呢 是 其实是 陈少敏老师的 那个博物论文 修改之后出版的 然后讲的是 奇物论的解释史 然后 梦觉之间呢 是对庄子哲学的 一个揭示 这两本书恰好 可以说在主题上 其实恰好构成了 陈少敏老师 在中国学术 中国哲学探索中的 两个不同的 方向 一个是经典语解释 一个是 做中国哲学 就前面 讲 奇物论的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讲 有点像是解释史 而这种解释史 大概在2000年之后 解释 对经典研究的这种 不只是研究经典 并且把解释 纳入到整个经典体系 来进行研究 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当时很多人 尝试的一个做法 包括我自己 跟陈少敏老师 念书的时候 我们念的 那个中国哲学 下面的一个方 就是我念博士的 那个方向 就叫经典语解释 就是陈老师 在这个方向 探索的一个场务 然后像孟觉之间呢 最主要的 就是做中国哲学 所以陈少敏老师 在做中国哲学的 这个问题上 在除了 除了在商联 出了一本书 专门讲 这样的一种方法论 然后孟觉之间 还有他另外的一本书 就是那个 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 都是特别典型的 表现了这种 做中国哲学的一个 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就是整一个 中国哲学研究里面 庄子研究 就刚才杨老师讲到 就刘孝岗老师的书 在早期奠定了 对庄子研究的 很多具体 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 然后最近这十几二十年 大批的那个 庄子哲学研究的 著作的出现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文化现象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 大家都喜欢庄子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大家如果看 这些庄子研究的著作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 同样我觉得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征 就是 其实对很多具体内容的解释 在理解文本上 是没有过多的分歧的 就比如说 包括蝴蝶梦啊 然后包括那个 心灾作望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在这些具体的 具体的文本的理解上 没有过 没有太过于典型的 这种区别 它不像那个 儒学里面某些命题 那某些命题可能 一个人说的理解 跟另一个人理解 好像他们看到的是 两本不同的书一样 但是庄子 并没有这样大的区别 但是呢 很多对庄子的这种 理论性的 著作的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 最根本的区别 在于面对 庄子的方式的区别 就是如何来面对 面对庄子 面对庄子的方式呢 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方式里面 这些著作里面 有多种多样的方式 然后我接着刚才讲 那个陈上明老师的 这个梦觉之间 梦觉之间 面对庄子的方式呢 它有点像是 通过庄子来理解 通过庄子所 通过庄子本身 来理解庄子的 这样的一些 所涉及到的 这样的一些 包括预言 观念 思想 乃至于 有一些是 情节性的内容 等等这样的一些 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跟陈少明老师 所倡导的一个 方法论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方法论 后来陈老师的 一个概括就叫 做中国哲学 就做中国哲学 这样的一个方法论呢 它的一个基础 是什么呢 这个基础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方法论 出发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我们今天面对 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时候 那 其实中国哲学 它内在于经典之中 但是呢 这样的一些经典 我们 平常的 如果是说 从 完全从西方哲学的 角度来理解 中国哲学的话 那就会发现说 西方哲学 有很多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概念 观念 或者说 形而上学的论 形而上学的概括 然后呢 这样的一些观念 形而上学的概括 等等 这些内容 如果是从 这些观念 出发来理解 理解 理解中国哲学 的这些观念的话 那么它就会变成 一个 观念解释 就 中国哲学 就主要还是 以那个观念解释 作为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然后 陈少敏老师 在做中国哲学的 这种方法论里面 比较 比较 希望能够倡导的 一种做法 其实是说 我们在理解 这些观念的同时 在理解中国哲学 观念的同时 要注意这些 观念背后的经验 也就是说 首先要返回到 这些观念背后的 思想经验 然后直接去 面对思想经验 这里面就会 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对经验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一个理解 在经验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 其实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经验 不同时代 都有不同时代的经验 但是 因为 我们首先 预设了一个 基本共同的人类的存在 所以 这个基本共同的人类 有很多特征 无论古今 或者中西 都是共同的 而在这样的一种 共同性的基础之上 比如说 有一些现象 古代人跟我们 或者是西方人 跟我们当代人 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做梦 是吧 或者说 有一些 有一些修养 就是跟身心有关的 这样的一些修养 等等 就 没有古今中西的区别 那 陈老师就会认为说 这样的一些经验 本身正是勾连 我们今天跟 古代的这些 古圣先贤的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们经验着 一个共同的世界 然后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经典文献 它的意义就是 它是储存古典 储存古代的经验的 最好 最重要的文本 就它储存着很多 关于心理 知识 智慧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经验 那么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出发的话 那 今天的一个 做中国哲学的 这样的一种哲学分析 是面对这些经验的 一个分析 当我们在面对 这些经验的分析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 每一种 每一种 经典中的经验 本身都指向 指向我们 当代生活 所以 如果像 比如说 陈老师在梦觉之间 在研究 那个 梦的过程 就涉及到 比如像 庄舟梦蝶 是一个特别著名的 一个故事 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也都做梦 是吧 每一个人基本上 也都做梦 但是呢 当我们 对我们今天来说 梦 主要只是一些 主要只是一个人 生命中 或者说生活中的 一些基本现象 但是对庄子来说 经过了 蝴蝶梦的程序之后 梦变成了一个 哲学命题 或者说 庄子在讲梦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哲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陈老师在分析 庄子的梦的时候 比如说 他会具体地分析 梦这种经验到底 或者梦这种 人类共通的经验 在庄子这里 或者说 跟庄子同时代的人相比 他呈现出来的 一个丰富的 一个面向 就比如说 有人会把梦 理解为是 通灵的产物 就让我有点像 我们今天所说的 托梦 是吧 然后有人会把梦 理解为是一个 修养的进程 就比如像 王福张宅他们 那通过 孔子梦周公 可以来讲 那个人生修养 但是庄子是如何 把梦 变成一个哲学的 其实像 陈老师的分析 主要是在 揭示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揭示这样的 一个过程 其实是对 庄子所讲到的 这种经验 进行一种哲学性的分析 这种哲学性的分析 给予我们的一个 给予读者的 其实主要就是 如何来 一方面是如何来 理解庄子 一方面是如何 反观我们 自身的这些经验 所以这个构成了 陈老师讲中国哲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问题 并且这里面 做中国哲学的 这种方法 在面对中国的一些文献上 有很多突出的那个优势 就比如说论语 像经典 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里面 有很多解释论语的 那个篇章 像讲羞耻的 等等 或者讲古牙的 然后 庄子也是 因为庄子大量的 那个思想 它都是通过预言来表达的 就通过预言和故事来表达的 所以如何去分析 这些预言和故事 就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种 需要一种哲学的眼光 然后去通过 去对这些 把这些 预言和故事 当成是经验来进行分析 那这个构成了 陈老师讲 做中国哲学下面的一个 庄子研究的一个 一种 一种非常典型的做法 所以 其实对陈老师来说 就是 孟觉之间 基本上是一个 思想实验 就是一个 做中国哲学 这种方式的一个 一个实验 当然 我 我有 根据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就是 比如说 我们真 我们如果分儒家跟道家 如果这真是两家的话 或者说 庄子跟儒家是不同家的话 我们假设是 认同传统的这种分法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不管是那个杨丽华老师的 庄子直轩就所表现出来的 或者是 陈少平老师的那个 孟觉之间所表现出来的 其实 我觉得都不是道假 就是 包括 包括杨老师 杨老师的书 所表现出来的 庄子 虽然杨老师表现得 自己特别爱庄子一样 但是 他是 他是在内心的一个隐秘的角落 悄悄的爱一点庄子 而且爱的那个庄子是一个 是一个很 经过他的一种精心的 精心的陈述 精心的建构之后 也不能够说 这个建构不是说 个人的建构 而是说 对庄子哲学的理解之后 然后把它放在了 他的思想体系中的 某一个角落 所以这个角落本身 如何进行分析 就 以后如果 比如说要 要研究杨丽华思想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特别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因为 比如说 我特别想问杨丽华老师的 就是说 讲道的庄子所说的 这个争知 这个争知到底是 比如说 这个争知到底是理解 天理的一种方式呢 还是说这个 争知跟天理有某种 某种一致性 就是如果是跟这个理 联系起来的话 因为 把这些光念抽到最高的 境地的话 除非那个 除非那个 杨老师觉得说 那个 天理其实是对争知的文士 那可能最后就是庄子了 但是杨老师肯定不是 这样的一种理解的方式 行 那我的一个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特别感谢毕生老师 我在听毕生兄讲 讲邵明老师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 斯莱马赫的一句话 就是 就是要比作者 本人更好地理解他 我相信邵明老师 如果在线上听 毕生老师的分析的话 他会觉得 原来我是这么想的 我都不知道 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对吧 但是呢 我想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经典到 经典与解释 一直到做中国哲学 其实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变化是从观念到经验 从纯粹的概念到经验 我们也一定要回到 精神的现场 我们一定要回到 那个我们可以共通的 大家都可以 在日常生活中 共在共知 并且共同分享的 那个具体经验中间去 那些具体经验 才真正是哲学的 这个源头活水 但是我想另一方面 毕生兄肯定是搞错了 他抱博社的时候 可能没有认真看 那写的经典语解释 不是经学语解释 所以现在 因为毕生兄肯定看错了 所以现在开始做经学了 他没有做经典 所以有些时候 就是太专注理解别人 会造成对自己的误解 我个人感觉 因为我一直都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 邵明老师 以如此有魅力的 这个哲学方法 居然带出来最优秀的例子 是做经学 弄得我很惊讶 对吧 虽然你做 虽然毕生兄做的 毕生兄眼中的那个正学 也是有这个 做中国哲学的 很深刻的影子的 但是我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刚才把这个 丽华老师 还有毕生兄 都从两本书的角度 去谈论了 我为什么 我想接下来请丁云老师讲 我是认为 丁云老师应该是 在这两本书之中间 有明确的立场 当然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是我个人觉得 丁云老师应该是 更支持丽华老师的 就是这个丁云老师 无论是说 他从道体论的角度 那么丁云老师说 无论是理议论论 还是心议论论 还是气议论论 至少我是坚持议论论的 对吧 就是我们必须是 朝着那个 确定好的真知 虽千万人物亡以 要有这样的勇气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少明老师恰恰不是 现在少明老师恰恰是 这个拿着屠龙剑 用着屠龙术 东砍一刀 西砍一刀 有关的这下态度 这种有关的态度 就显得对真知 不甚严肃了 所以呢 就是不够议员论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 对不对啊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如果我理解错了 这个原因不在我 原因在这个 道体论议论后 第八页以后的 那个表述方式 所以呢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想这个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能够把这个 这个拉偏价的 这个工作完成 我相信丁云老师 一会表述起来的时候 肯定他会 以用高度的平衡感 告诉我 这个偏价拉不成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请丁云老师讲吧 好 谢谢 谢谢大家啊 这个做领导的艺术 你们看啊 先挖了坑 然后呢 跟你说 你肯定会跳开这个坑 用什么平衡术 你看我 那怎么选 没得选了 我做任何东西 都被他事先预估到了 非常感谢诸位 我上次在这个场子 还是19年的冬天 和飞哥在一起 那个时候场面是火爆的 今天呢 这个当然也不算 稀稀拉拉 就是 只是 还是有点差距 这个 疫情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好像我们是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这个 我这次来呢 这个 当然首先是要向这个 这个校感先生 少明先生 丽华兄 致敬 这个 我也是一直读他们的书 只能说 校感先生的书 我是读着长大的 那两位 就是长大了以后 在读的 长大了以后 在读的 那么 今天我们不是一个 装学的学术讨论会 我想跳开 讲一讲 讲一些不同的东西 刚才其实 这个毕生呢 发言里 已经把我讲的两个点 都点到了 我再把它强调一下 第一就是说 我 接到这个邀请以后 我突然意识到 这几年 装学确实突然繁荣 以前一直有 但是它的这个繁荣程度啊 和现在是不能相比的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 我们复旦哲学学院 上一辈有做西方哲学的先生 这个学期正好在开 庄子哲学 课堂上爆满 比他讲西学的时候 来的人更多 而且非常难得 因为这位先生 原来是以课上 骂人出名的 那个 居然 一句话 一句骂人话都没有 这个庄子真能改变气质 那他讲儒家的书 还是不识骂骂人 但是讲庄子 确实是这样 那个 也就是说 这个现象表明什么呢 就是庄子的这个兴趣啊 他的研究兴趣 已经溢出了原来的 中国 狭义的中国哲学史的这个范畴 他是我们民族的哲学家 不是哪一个 二级学科的哲学家 那么我才想问 这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 还有些其他的这个 我记得北大哲学系 北大哲学系有八个人 写过庄子的书 至少八个人 是吧 就是好些人 就是中国哲学史以外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个人想了一段时间呢 觉得可能是 确确实实 不管大家意识到没有 这个庄子 是对我们当前的 哲学危机的 可能贡献了一个 一种应答 或者是出入 当前的这个哲学危机呢 我想可以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哲学这个学科的危机 这个在我们 不用说老师了 下面的可能这个 学哲学的同学 多多少少也意识到了 哲学从来没有 像现在这样没有共识过 前两天 吴曾定教授跟我说了个笑话 说这个 他在课上经上说的 这个物理学 这个系里面 这个办公室 对那个办公室 虽然有不满 但不会否认 那位做的也是物理学 但哲学系就会 成为除了我 其他这些做的都不是哲学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危机 这个危机有个非常 它有很多的一个 这个表征 这是这个学科本身的这个危机 还有一个就是哲学性的危机 就是哲学给全体的 现代人的生活 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里面 隐含着很深的危机 就是让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情况 有很多可能性 几年前还在 以后再也没有了 诸位可以想一想 我们的选择的可能性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比如说 在今天我们都 大家都知道 不管态度怎么样 AI 这个人工智能 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 造成了巨大的改变 但是人工智能 实际上是和西方哲学 密不可分的 人工智能 这个两个字 这个修饰智能的 实际上是 artificial 是记忆的 这个智能和记忆的 都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德哲学 亚历士多德哲学对万有 有一个划分 就是自然的 和人工的 也是记忆的 这个智能可以追溯到 它对灵魂的 不同部分的划分 就是有一个部分 叫努斯 经过拉丁文转手 其实就是现在的 智能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这个看起来 这个生活改变 和哲学这个学科 没有直接的关系 实际上我们追溯起来 这个科学技术 实际上是 希腊的这个哲学 带来的 希腊的哲学 被海德格尔称为 哲学的第一开端 第一开端 那么我想讨论的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或者说 请在座的朋友 包括下面的朋友 一起来 来看一下的 就是我们 装学研究 有哪些不同的方式 刚才这个 少明 对不起 毕生概括 少明老师 这个方式 也概括得很好 像我们这个 现有的 就是在台上的 像上一辈 孝感老师 这个是考证的方式 不管孝感老师 多谦虚 这个是基础 孝感老师 对老子和庄子 都做了非常实实在的考证 这个大部分的结论 是不能撼动的 是后面的研究 是要用到的 也就是说 最玄虚的这个文本 它用最实在的方式 去研究的 这是这一个方式 杨子呢 他的这个书 实际上是论证派 他讲了很多 包括他的其他的著作 《一本与生生》 更是这样 这一次呢 是把阐释和论证 结合在一起 那少明老师呢 是刚才这个 毕生说 是经验派 或者体验派 但是少明老师的立场 其实是很复杂的 各位刚才可能注意到了 这个丽华说 最早在少明那里 学到的是论证 这个就是说明了 少明老师实际上 是有一个 有一个变化的 如果不是说进展的话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 对古代经典的看法 对庄子的看法 和对哲学的看法 是有矛盾的 我这举一些例子 把这本书带来 就是找矛盾的 当然这个书呢 是不同时期的论文集在一起的 有不一致呢 很正常 但问题就是 就像刚才 是乐松还是丽华说的 他已经变成一个整体了 丽华说 他显得像是一本论文集 虽然他实际上也是论文集 这个 但是呢 他有一个 他这样编在一起 他有一个统一的意图 这个邵明老师在序言里 序言是他最后写的 20年写的 他是哲学 或者说形而上学 脱离了经验可能性的范围 外在于人的经验 精神体验 这是这个 他对哲学 或者形而上学的一个批评 但是他后面呢 他马上又用了 庄子哲学 这样一些说法 当他批评 这个笛卡尔是 开始的这种 用概念推导真理的方法之后 又说 做中国哲学有两点 两个方法 第一寻找论题 第二提供心证 当然 诸位可以说 毕生可以帮你老师辩护一下 提供心证 不是指概念分析 是指给出经验的分析 但是呢 经验这个东西是非常含混的 就像具体性 具体这个概念可以讲的 非常抽象 经验 在我现在听起来 它就是一个概念 你告诉我 怎么去面对经验 怎么面对其他人的经验 怎么面对古人的经验 刚才乐松说 这个 毕生对少明老师的解释 可能已经是 少明老师自己没有预料到的 你们不过就是差了一代人 那少明老师对庄子的解释 庄子预料到没有 你凭什么说 这个就是庄子的经验 你告诉我 打开别人的经验 理解别人的经验 方法是什么 刚才乐松呢 举了一个名字 史莱尔玛赫 史莱尔玛赫是专门研究这块的 这个方法叫解释学 示意学 或者解释学 或者诠释学 这是我们国家不同的译法 那么呢 广义的诠释学呢 就是现象学 现象学确确实实要面对经验 但是 不管怎么讲 这个 要强调经验的意志性 和不可沟通性 这个意志性和不可沟通性 甚至在庄子这本书里 就已经呈现 我现在讲一下 我自己是怎么读庄子的 就是 后面一个问题 就是以庄子的研究的 不同的方式 我当然也没有资格说 自己是庄子的研究者 我不是中国哲学学科的 但是我确实是庄子的读者 以前每到上海天热的时候 我受不了 年轻的时候也没空调 没风扇 我就靠庄子来结束 这个 在我看起来呢 庄子这个书啊 是他学派的作品 先情有很多古籍 以某子命名的 实际上都是这个某子学派的作品 就好比今天 哪个艺人的名字 不一定指他个人 是指工作室 是指团队 如果这样去理解 我们谭庄子 加个书名号的话 他有很多这个 当然这个这个分歧差异 学术讨论的余地还在 但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看得高看一步 高看一步 就整个这个书 哪怕是我们可以认定 是庄子本人写的 也就是他编这个书的 他这个学派后学 眼中这个学派 学术思想的基础文献 其他的是进一步惨发的 但在这个书里面 我个人一直认为天下篇是演 这个看法可能也 这个也有很多人是这么看的 很重视天下篇 王传山甚至认为 天下篇除了庄子 其他人写不出来 在外达篇里面是地位最高的 那么就是这个呢 我再想往下语说 天下篇里什么是演的 是最后这个部分 将惠子的这个部分是演 这个庄子在这个 虚无鬼里说过这个话 就当时有一个故事 诸位应该都知道 就是这个在 在这个引都 在楚国的首都 杂耍的两个人 一个人鼻子上抹了 一个白灰 还有一位老兄拿斧子 看都不看 灰一下 这个白灰就没有了 这鼻子毫发无伤 后来那位鼻子上抹黑的 那位过世了 他就那个 五斧子的就再也不玩这个了 他说这个玩不起来 因为这个志 我的人质的这个志 过世不在了 然后这段故事就说 惠子是庄子的志 如果把这个故事 因为庄子的这个全篇里面 可以一体化的东西太多了 梦游之间是一个 这个这个其他这个这个 这个大鹏是一个是吧 就好好好的 我们随便怎么举 这个豪上关于 好多好多 都可以都可以做 一个议题都可以做一本书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 是他自我解释的语言 这个是他自我解释 他整个的 不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哲学议题 就是庄子思想 包括天下片 这样摆庄子 这样摆惠子 就是说 庄惠关系实际上是理解 庄子整个 这部著作 不是他个人 这部著作 他们学派的一个演 但是惠子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很多归给庄子这部书的命题 实际上都是惠子提出来 大家都知道 这个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什么一指之锤 日举期半 这个万事不结 都以为是庄子说的 不是 是庄子转载的 惠师时事里面的 这个话 惠子的时事里面 第一个命题就是说 这个至大无外 为之大一 或者太一 至小无内 为之小一 整个天下篇 都是围绕这个一 在做文章 就是原来的这个这个 这个 朱子百家兴起之前的古学 就是一 然后这个一破了 才有百家之学 但是这个百家之学呢 实际上每一个学派 都是想以自己的方式 回到那个一 如果作为细看 就是庄子里面讲的那几家 那几家 其实都有 他们主张的东西 其实都是他们对一的解释 他们也不满意 一是被破的 惠子最后他提的这个 就是他理解的一 大一 太一和小一是什么 但是庄子自己 实际上是主张一的 主张一的 但是这个一呢 适合和惠子的对话里面呈现的 就是说 惠子的这个方式 我甚至可以认为 整个这个庄学 就是说 整个庄子的学问是 就是一个广义的 他跟惠子之间玩的 一个治疗性的一个游戏 既是治疗 也是游戏 我为什么这么重视惠子 我们如果是学西方哲学的同学就知道 惠子的这个命题 是非常像古希腊哲学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些命题的 像巴曼尼德和芝诺的命题 有一些完全就是他们的理解 也就是说 我说得更加强一些 这既不是考证 甚至也不是论证 是判断 是洞见 就是惠子实际上是属于第一开端的 哲学的第一开端 这个开端在中国没有完成 由于种种的原因 没有完成 但是 庄子的哲学 是在和这个第一开端 游戏对话的过程中形成的 它提供的是一种 超越第一开端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还这个叫另一开端 当然他自己 只是做了一些探索 这个可能性呢 放到今天 就是我一开始讲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生活 是被这个第一开端 整个的载制 你比如像那个著名的 就是这个 惠子问庄子 此非于安之于之乐 这个话 实际上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是非常正常 你怎么猜 其他另外有一个东西 存在物的情绪 人工智能到现在猜不出来 因为他自己没有情绪 他要靠推理 演算 才能断定这些结果 是情绪 这是因为在第一开端里面 最早的 理性跟情绪的关系 就这么定下来了 卢斯跟动物灵魂的关系 就这么定下来 但是庄子那个 认为惠子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就是 就是他不知道什么是感应 原来 他这样一提 就是他已经没有感应这个经验了 这是感应 完全是感应 就像婴儿 抱出去婴儿在地铁上 看见这个陌生人 他会笑 看见那个陌生人 他会哭 没有人教他怎么推理的 这个表情是凶 这个表情是善 没有的 他直接的感应 但是这个东西 对人工智能来说 是个真实的问题 但是对人来说 他特别是对庄子这样 这个原来表达了 中国古人经验的人来说 应该是个伪问题 但是在哲学的第一开端里面 实际上已经包含了 这个根基 是脱离了原来当时的 古代生活经验的这么一个倾向 这个倾向在中国整个的传统里 虽然不时地冒出头来 但是被压下去了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 实际上是这个倾向放大了 来主宰我们的生活 实际上庄子是提供了一个 我觉得这笔所有的 二级学科的研究都重要 就是我们怎么面对第一开端 给我们带来的正一个本质性的生活改变 庄子的哲学 惠子的哲学 就是那个人鼻子上 或者说整个哲学 就是那个人鼻子上抹着这个白灰 庄子就用那个方式 把这个白灰挥去了 挥去了 即使治疗 因为那个东西是增加的 不是你自然本质上包含的 自己抹上去的 但它又是一个游戏 它可能我这两年看 是这样在看庄子的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一个超越第一 哲学第一开端 甚至现在科学技术载质的 一个思想的可能性 哪怕我们现在 已经永远地失去了 这样一种可能性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谢谢诸位 谢谢 谢谢丁老师 我相信这个 反正我听完以后 我的感觉就是 丁老师又赢了 对吧 就是让你猜到 我不就输了吗 对吧 的确没有猜到 是既没有说庄子 也没有说 两位老师研究的庄子 其实他在说 他自己所理解的那个庄子 而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呢 他 我觉得丁英老师永远在 他在提问的方式上 永远非常显得非常高级的 根本原因是 他从来不谈论具体的哲学问题 而他只谈论关于哲学的问题 也就是说哲学本身是他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回到这个第一开端的时候 你就能够发现说 其实我们都是陷于哲学本身了 而哲学本身对于这个时代 或者对于这个个体的那个价值 反而被忽略掉了 所以那个 人民大学张志伟老师 有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判断 他说可能哲学挺好的 哲学不太好 也就是说我们 我们大家都都忙着在做具体的哲学 而忘记哲学本身面向这个时代的东西 而且我相信那个 我相信这个丁英老师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当代可以不断基深 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是什么 就是精确性神话 在一定程度上 让我们缺失了对于生活经验 丰富性的那样的一种 本能性的需要 其实我们对于生活经验 那种模糊性是要有本能性需要的 但是呢 精确性神话 使得我们不得不 对于所有的不精确的东西 保持一种警惕 甚至有一种羞耻感 就是我们如果活得不精确 我们活得不够精准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这是我们的问题 但实际上 庄子告诉你 所谓的精准 很重要的不是那个精准本身 而是精准背后的那个字 而且这也是 丁云老师特别特别可爱的地方 虽然他看起来 思想非常非常锋利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件事情是 他可以成为非常非常多的学者的智 也就是说 他可以永远告诉我们第一开端在哪里 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吴飞老师 吴飞老师和丁云老师上次的对话 已经完美地证明了这件事情 对吧 所以今天丁云老师又完美地证明了 他可以成为少敏老师和丁云老师的智 所以如果我们缺失了丁云老师 这个世界会显得不可爱很多 当然了 我必须把话转回来 就是说可爱这件事情 是需要多元的相互忌惮 是吧 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我接下来请王松老师讲的 其实就是从佛教的视角中间去讲佛教语言哲学 我想从这个支顿的逍遥义 一直到张太炎的其无论事 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佛教的底色 但是有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 并不是佛教影制了庄学 而是庄子重新激活了佛教对于某些事情的认识 所以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互相的激荡本身呢 实际上是思想的特色 如果我们太在意的那个确定性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失去的是思想的魅力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请这个王松老师 谢谢乐松兄 当然还要感谢丽华星的盛情邀请 后裔 其实因为我也不是研究庄子的专家 但是我的那个研究中 就是有一些内容是和庄子有关的 所以刚才那个乐松兄讲的 那个相互激荡的一个关系 对于我那个佛学研究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也愿意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学习 再有当然也是借这个机会 向邵明老师和丽华老师 表示敬意 因为他们的这个著作 以及他们的不仅仅是限于庄子的这个著作 刚才各位老师也提到了 对于我们做哲学专业的同人们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我也向他们表示敬意 那么我今天还是很认真的准备了 主要是我还投一次这个 另外一个刚才各位讲的时候 我在用这个手机不是在看别的 我把它记下来 这样的话 我也好掌握时间 我先讲几点 就是这个看时间关系 有的可能不讲了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还是要比较一下这两本著作 那么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他们都是这个非常严肃的 这个学术著作 这个严肃呢 表现在一个就是他们对文本的这种解读啊 是非常的这个严谨 周密的啊 这是我们智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第二一个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思考是非常严肃的啊 就刚才我忘了哪位老师说了啊 就他们不是这个任意发挥的啊 虽然我要提到啊 其实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呢 都体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立场 但是这种立场的这种展现啊 它不是一个任意的发挥啊 所以呢 那个就是用杨子的那话说啊 就是非成前 深志啊 非端井严肃不可解 不可读啊 我觉得这个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立场 一个基本的这个调性啊 第二一个呢 他们这个风格呀 虽然说他们这个刚才说的一致地方啊 不一致的地方呢 这个风格大不一致啊 这个邵明老师这个书啊 我感觉呢 他是在他这个书里啊 邀请庄子进行了一场哲学对话 就是刚才其实老师们也都提到了 他是做中国哲学啊 通过和庄子的对话 探讨一些他感兴趣的啊 关注的哲学问题啊 而杨子这个书啊 我读的时候啊 有各种恍惚感啊 有的时候我感觉是这个 呈现庄子面貌的杨子 在那里讲杨子的哲学啊 有一点这个三体的那个 那个游戏的那种 那种画面感啊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 完全不是贬低丽华老师这个书啊 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呃 恰恰相反啊 就是我们知道啊 有一句话叫做这个 人云 郭向住庄子啊 其实是 庄子住郭向啊 可能呢 因为丽华老师他 呃 研究 郭向的哲学啊 所以他有着和郭向一样的哲学抱负啊 刚才他自己也承认了啊 他这个有野心的啊 所以我呢 觉得这本书呢 也是作为 今后研究庄子 应该是一个必读的书啊 应该是一个必读的书啊 希望他能够成为像 郭向那样的经典啊 呃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同呢 我们也说一个比较细节的 就是解读方面 我觉得有很多的不同啊 当然那个丽华老师这个书呢 他有好多啊 对呃 具体的概念 包括他们的转程启合啊 因为呃 他反复强调 就是庄子啊 那一篇那期篇 他的一个呃 完整性啊 和这个完成度 是吧 呃 所以呢 那他的这个相互 就是对这个呃 在呃 文中出现的概念的 这种相互的关联性啊 啊 镜像性 他是有大量的这个分析的啊 有一些分析 呃 是有他个人的见解啊 比如说那个对时与比啊 那个对比的那个分析啊 非非比无我 非我无所取啊 那么对这个 我们都知道的庄子里边 对道的那一段论述啊 呃 赴道 有情有信啊 无形无为啊 那么他把它和呃 刚才我说的那段话后面的那个啊 就是那个呃 若有真宰那一段是吧 而不得其震啊 可行己信而不见其行 有情而无形啊 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情信行啊 他都做了这个呃 相互的勾连啊 然后最后得出他的这个呃 道体啊 就真宰真真君道体的这个这个观点啊 我觉得这些解读都是很细致啊 但是呢 他也有一些就是就是说和少明老师的那个不一样之处啊 比如说我注意到就是关于对逍遥论的这个篇章结构的这个理解啊 啊 那么呃 呃 邵明老师认为呢 呃 逍遥游的主题是相对分散的啊 啊 结构 有些篇章结构也是随意的啊 而这个立华老师却认为呢 他是非常严谨的啊 其实是知语用的一个呃 呃 这两个主题 这两个关键字的一个贯穿啊 啊 那么这个都是一些解读方面的不同 因此他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了啊 啊 其实这个立华老师这个书的结论是非常的鲜明的啊 啊 也就是刚才那个 呃 乐松兄说呃 估计这个丁云老师是会呃 支持他的观点 因为他们都在讲道体啊 都在讲道体 呃 当然都在讲道体啊 因为丁云老师有一篇文章我是注意到了 就是讨论刘贤心的啊 刘贤心的那个 呃 因为 从庄子之中读到道体 这本身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啊 我们坦率地讲 比如说就我知道的这个佛教这个系统的啊 啊 很多的这个注释家呀 啊 他们都是这样去解释的 无论是哈安山啊 包括受佛教影响的这个 呃 张太炎啊 呃 但是呢 这个论证的这个方式啊 以及他要引出的这个问题啊 引出的这个问题 呃 是有呃 立华兄的他的一个独特的思考的啊 独特的思考 当然这个这个思考很丰富啊 这里不能 时间关系不能多说 呃 但是我就觉得呢 就是呃 刚才丁云老师也提示了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装子哲学的一个性格是什么啊 到底是不是那个消去啊 比较上那个白粉的那个啊 那样一个游戏的 以及这个破除的这样一个态度啊 我觉得这个丁云老师讲的这个很有意思 呃 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啊 如果一会儿有时间也可以讨论啊 那么第二个我就想呢 就是说关于我们这个主题啊 啊 这个主题实际上刚才呃 呃 乐松老师已经说了啊 啊 它实际上是对两本书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概括啊 啊 那么就真知之路和这个 有关的这个问题啊 我那想呢就是说呃 这两个问题他和庄子哲学的就刚才说 庄子哲学的这个性格他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啊 啊 我觉得是直接相关的啊 啊 那么这个真知是什么啊 啊 真知我觉得是和真我真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啊 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啊 啊 那么丽华兄呢啊 进一步的认为这是双向的啊 啊 那么还有一个真知到真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啊 所以他很有意思 他提出了一个文道者和智德者的差异啊 啊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非常有哲学的启发性啊 啊 当然传统来讲对真人的定义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啊 就是历代的这个著书家 比如说中泰就说啊 中泰说这个真人就是大宗师啊 大宗师就是真人 那么就本体而言呢 是道啊 在人就是真人啊 所以那个真人的特点就是我们熟悉那些 敏误我呀 其生死啊 异妖兽啊等等啊 但还有一个面向我觉得是真我啊 真我 真我是什么 真我是对假我的一个否定 哲学上的啊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想到那个 少明老师那篇著名的文章就是吴丧我啊 吴丧我对他的一个分析啊 按照少明老师这个分析呢 这里边的这个我呀 是与他者相关联的时候的用法啊 就是作为宾语的啊 那么这个无呢 是作为主语的啊 也就是这个自我啊 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呢 就是说这个吴丧我呀 我有一篇小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 就是说吴丧我呢 就是从认识论上的角度讲呢 就是抛弃对象性思维 在本体论上呢 就是树立独立的我 因此啊 什么是真知呢 显而易见 真知当然是对这个 我们一般的这个寻常之知的一个否定 啊 按照丽华兄的这个定义呢 他说真知就是不可言说的不知之之啊 呃 绝对待的根本之 呃 我们一般认为啊 真知提倡以道观之啊 所以真知用了真知描写的那些 比如说我们呃 无知无为啊 这个是对自然的一那一种 无意识无目的性的一个模拟啊 是对经验思维啊 对象化思维的一个反对 它提倡的呢 是一种整权性思维啊 因此啊 真知与真我 真人联系在一起 那么真人是什么呢 真人首先是个体的人啊 所以这就涉及到 呃 我这边要提到 就是我对庄子的这个理解呢 还是觉得个体性原理啊 呃 呃 呃 个人本位啊 个体本位是庄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呃 因此啊 我们就是呃 讲这个油的话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真知和这个油 油关啊 这个油联系在一起 我们看到这个油啊 在空间上它它很有意思的啊 它实际上是跨越了啊 这个有限和无限啊 尘世与无穷啊 方内与方外啊 所以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跟佛学的这个关系啊 呃 这个庄子的这个油在空间上的这个关系啊 啊 恰好是跟这个佛教比如说华言讲的这个法界的啊 啊 入法界的这个是可以相互发明的啊 啊 所以那个孙宝萱呃 呃 盗念的那个呃 呃 呃 谭次同的时候 谭次同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东奉华言的啊 他有一句诗就叫做何七当日竹林有 作看先有法界高 有法界 他用的就是 这有法界 实际上就又有这个庄子之意 又有这个佛学之意 当然其实法藏就有一本书 叫做游心法界观 其实就用了这个 我们再看那个梁启超平大同书 他有很多都是 其实提到这个游 另外这个游从状态上来讲 可以从这个游游和逍遥两个方面来说 当然那个丽华兄说 这个游游他认为应该读作限度 是毒体的一个呈现 我们一般常见的理解是游游 这个游游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陈古硬老师 他有一个说法 叫做隔离的智慧 隔离的智慧 也就是说从这个 对现实的一种自觉的抽离 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或者说挣脱思想的这个桎固 那么逍遥是什么呢 在这种抽离的 这个同样的这种作用下 是一种精神的自由活动 从自我中心中这个超拔出来 因此显而易见 这个见读和逍遥 它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它最终它落到哪呢 我觉得还是落到这个个体 落到个体 所以呢 这个个体是庄子哲学最鲜明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刚才提到 那个刘老师也提到 就是邵明老师他有一篇 杨老师其实也提到了 我们那个三连也推了那篇文章了 就是从启蒙传统 看这个庄子哲学的这个特色吧 这里边就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 从五四以来呀 对庄子的这个评价呀 是有臣服的 就是起起伏伏的 一开始是给了很高的评价 后来从这个五四以后 一段以后一直到文革 到实际上评价是很差的 文革以后后来又 又又重新予以评价了 那么这里边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呀 就是说 他们都是用 五四以来启蒙运动以来呀 大家所共同承认的那些价值观 那些那些价值观的那个提炼的概念 去套庄子哲学 那么他套的这个点在哪里呢 就在这个个人主义这个地方 就是说个体本位这个地方 比如说 当你想要高扬自由人权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 庄子哲学是了不起的 那反过来 当你想要强调阶级和斗争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 庄子哲学是必试的 是消极的 因此刚才那个刘老师也提到 那个官峰 官峰他那个 在陈老师那个文章里也写了 就他官峰在批判庄子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单纯批判庄子 或者他那对象不是庄子 他那个对象是 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这是他的原话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所以就给那个庄子 批判他们的人 给他们套上了很多的这个标签 比如说相对主义 违心主义 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等等 当然我们现在看 把庄子这个其是非 其物 理解为这个相对主义 这个是一种庸俗的解释 这个肯定是成立不住的 那个庄子他反对的是 一种极端的这个思想 极端的这个 这个主张 就是或者说排斥打压 对手的这样的极端主张 但他不是这个价值上的 这个这个所谓相对主义 那么他另外的一些这个标签 比如说为什么把他这个 理解为这个违心主义呢 我觉得呢 他也有他 他这个有他的历史的这个脉络 就我们如果去考察他的话 比如说他这个违心主义 显然呢 跟这个当时提倡装协 同时又提倡佛学的人 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因为中国的这个违心主义啊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学的影响 而近代很多人呢 他是同时这个读 这个提倡装学和佛学的 这个我们有时间可以再谈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违心主义啊 因为我们还是要注意到 庄子哲学之中啊 他有这个非历史主义的倾向 所以我们过去常提 荀子那个话啊 避于天而不知人 是吧 这里边这个人指的是什么 当然不是那个个体的人啊 因为那是庄子强调的 这个人这句话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庄子不强调的 是那个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人啊 或者说作为历史中运动的人类的整体啊 所以庄子这个天人之变啊 他是有他的这种 众自然 清社会 众个体 清群体 反对物化 反对物易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的这个思想特点啊 而这样的一些思想特点呢 从 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呢 那当然是他们所不能够认同的啊 因为这个人和物的关系啊 它本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 虽然我们反 我们就是说从 人生哲学的这个角度 我们认识到庄子 反对物易 反对物化的 这样的一种哲学的高度 它的这个价值 但是如果从 人类社会的这种 如果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探讨它的话呢 我们又应该考虑到它的局限啊 比如说刚才那个丁云老师提到的那个AI的问题啊 AI它到底是人呢 还是物呢 对吧 我们这个反对这个物易的问题啊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啊 所以那个过去这个猴外卢啊等等 有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啊 或者说立场的哲学家们 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指出 庄子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自然和自然的关系啊 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混同了啊 因此呢 他们对他的这个评价呢 就不高了啊 当然这个 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些值得探讨的一个学术问题啊 当然不能说 那个官方他们那个观点呢 他是带有很强的这种政治色彩 这也不是一个学术的立场啊 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 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到 庄子哲学的这样一个多样性 以及解释的这种可能性啊 再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庄子哲学 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人生啊 等等这些有企迹 这个是社会上经常会讲的一些东西啊 更重要的啊 庄子的哲学 对于我们现代的啊 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些深刻的问题啊 包括不限于啊 哲学问题 都有重要的启发 所以仍然有他这个不朽的价值啊 我先讲这些吧 那个那个 这个佛教这个我就点到为止吧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再说 就是佛教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就补充一句 为什么这个近代人 特别是 就是祝庄的啊 很多人他们运用佛学资源的时候 他们都爱谈这个华言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刚才的观点呢 我还是一样的看法 就是因为华言也是强调这个个体主义的啊 就是华言是在佛学里头 把个体啊 提到最高位置的一个哲学体系啊 所以他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法界 是世事法界啊 是个体和个体的一种 圆容无碍相继相入的这种关系啊 所以这个呢 和近代提倡 所谓这个 这个人权啊 自由啊 个性啊 他恰好是契合的啊 所以在那个 我们看从晚清以来的那个思想史上啊 华言姓海这个词啊 都已经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这个代名词了 凡是一提这个 一个自由的和谐的啊 这个幸福的这个世界 一定用这个华言姓海来形容它 所以这个张太炎就说呀 说这个吴近元启啊 和这个 和这个 庄子讲的这个 万物与我为一啊 是一样的 是一回事啊 这是张太炎的那个观点 所以张太炎说那个 庄子里面出现的那个 这个 万物结为种啊 以不同形相善 他说这个讲的就是 就是这个 法界源起 胡适说这个是进化论 他说这就是法界源起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 思想式的背景在里面 我就先先介绍一些 谢谢 好 那么其实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啊 请吴伟老师来 从不同的角度表述 这个庄子和他们自己的 庄子的研究的一个体会啊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 是否能感受到 这吴伟老师实际上 自觉不自觉的都在两个主题 两个主题之间 找问题 就是庄子的时代和时代的庄子 我们会看到 一个经典的价值 往往就在这两端之间嘛 然后在方法论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会发觉 无论从研究的成果来看 还是研究方法来看 就是对经典本身的这种尊崇 和对经典本身的重视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 非常扎实的文本研究 和从经典出发 结合自己的经验 达到那种具有洞见的 穿透力 实际上这两种的方法 最终看起来都是很有魅力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无论是时代的庄子 还是庄子的时代 无论是一种扎实的文本研究 还是一种基于这个 思想洞见的那样的一种诠释 某种程度上来说 都会带给我们一种 很好的这样的一种 思想的贡献吧 或者是带很好的思想的资源 那么我也愿意呢 就是作为这个 其实我不是愿意的 我在利用自己的特权 就是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不让他们开口 他们就不能开口了 接下来 那么我还是很愿意说 这个在少明老师这本书和 这个利花老师这本书的 读过程中间呢 我是很容易找到 它的这个差异点的 首先呢 从最基本的形式上来看 它一个是论文集 一个是专注 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差别 这个差别其实很大的 一个专注 例花老师说 他四个月写完的 那就说明 他的写作的过程中间 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 他对于自己的 那个论证的线索 和论证的主题 是非常具有 坚定的信心和把握的 虽然写作的过程 我相信是很痛苦的 但是那个写作的 那个目标是非常清晰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不知道各位 能不能看到 就是说这两本书 非常重要的区别 就是一个是有锚定的目标的 一个是围绕着 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 在展开一种 行动性的 或者是这种游走型的 这样的一种观察 一个是单视角的 一个是多视角的 然后我觉得 从第三个层面去看 我们会发现 这个例花老师 一定要找到 那个锚定的那个点 无论是真宰也好 还是真知也好 那个真宰和真知 实际上使得 庄子变成了一个 被固定在某一个位置上的 这个思想架 而那个 邵明老师一直是期待说 庄子本身 它是一个游侠 它在思想世界中间 它不会是有固定的位置的 而这个这样 没有固定的位置 它所造成的是 它的魅力 和我们 这个 战烟在前 忽烟在后的 那样的一种 你觉得琢磨不定的 那样的一种思想感受 这种 这种战烟在前 忽烟在后的 这种感觉 就是定云老师刚才讲的 夏天很热 怎么办 读庄子 因为它在动 你知道吗 有风 这个跟电风扇 是一个原理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三个非常简单的不同 对不对 但是你往生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在 整个思想的路径上 是有三个很简单的 在生成意义上的 相通之处的 第一呢 他们首先都认为 庄子是一个 整全的思想世界 我并不认为 丽华老师说的 庄子那期片 是一个精心的建构 说的是我们 这个意义上的 精心的建构 我们现在讲 精心建构的时候 是讲精心的论证 从概念到命题 到推理 所有的精心的论证 丽华老师强调的是 它有主线 它在用一种 草蛇灰线的方法 以一种互相指涉的形态 最终形成了一个 体系性的观念 并且让这个观念 呈现出一种 多面的样态来 也就是说 它有一个整全性 而这个 少明老师自己就说 庄子是一个世界 庄子是精神现场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整全性 是他们首先同意的 第二个呢 我认为 他们两个的这个写作 都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的 浪漫主义的色彩 如果说 这个对于 对于少明老师来说 什么是浪漫 就是基于理性的方法 展开不固定的观察 让多视角的重叠 呈现出一种思想景观来 这就是一种浪漫的气氛 或者浪漫的气息 而对于这个 丽华老师来说 他强调的是一种 英雄式的浪漫主义 就是我知道 你们不同意我 我知道我提出来的东西 跟你们不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 我才是真的 OK 我指向的那个东西 才是对的 但是呢 你再往深层去看的时候 那个丽华老师说 真知是什么 真知是无知之之 无知之之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之所以有他的肯定性 是建议在他的 持续的否定性的基础上 那么换而言之呢 我们通过有限的存在 能够超克自己的有限性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丽华老师和少明老师 会都坚持一点 不能让思想停下来 不能让反思停下来 不能让我们的今时生活 被任何的 想当然的规则和规范性 禁锢住 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他们的体现出来的 都是在这个时代 去做装学的时候 那个最需要的东西 我认为是勇气 就是你要知道 我不被他限制 但是呢 这种不被他限制 恰恰来自于 装置本身的 那个思想的激荡 但是我们会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 因为我们一提到真知 一提到真宰 我们一提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 毒体 限毒 那我们会觉得 它就是固定的 它怎么能不是固定的呢 如果它不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 叫它真宰呢 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它可以作为最后的根基呢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自己私下 得跟少敏老师聊天的时候 我说 以我在日常生活中间的 无立场状态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 我是比较倾向于 少敏老师那个风格的 就是被你抓到算 我说的 就是我肯定 你觉得我会在自己站住 我绝对不会站住的 我一定会换一个位置再来 但是呢 其实六花老师 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可以锚定的点 那个锚定的点 在一定程度上 又被雷花老师自己用一种 非常精密的理论语言 否定掉 就是这个锚定 又不是固定的锚定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 可能都会像雷花老师 提的一个问题就是 您所谓的真知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您所谓的那个 限度的那个毒体 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去保证 我们见到了真宰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去承认 这种以否定性为基础的肯定性 我想这是一个 大家都会讨论的 理论问题 而且这个张力本身 是所有的有限的思考者 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想是不是请 李华老师先来 就这个问题谈一谈 谢谢乐松 乐松语速非常快 还好我还 因为我比较熟他 我就都跟得上了 然后我就非常简单 因为前面涉及到 好几位朋友的这个 我说我认为中国哲学道体最突出的成路 是战国中期 就战国中期我认为整个道体在两个伟大哲学家那儿 以不同面向成路 在思梦那边就是以成体的成路出来 这个其实这个成体当然有点 从周敦仪的视角回去看 这个 这个 思梦学派 然后在庄子那儿呢 我认为是一个独体的方式的这个成路 这个这是我要讲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显然这个我不认为庄子的独体 是这个天理的 是这个某一个纹路 或者天理的某一个纹路是独体的 这个依附于独体 不是的 也不是独体依附于这个理体 或者成体 也不是成体依附于这个理体 是独立的 是不同的侧面的这个揭示 这是我的一个 首先的一个体会 为什么那个字 我在书里面是倾向欲读成线 我有的时候上课的时候会讲 读成见 其实这个主课之间的这个不同 呈现出何者为主的问题 就是你个体再是主体 你还是重属于那个根本的主体 那个绝对的主体 那么这个绝对的主体 就是我凸显出来的这个绝对者 然后说绝对者诬陷者 这个普遍者 就是由真知呈露出来的 这个独体 我是强调这种被动性 就好像这个话 其实刚才 这个云兄也讲到了 我与若与人 我与若与人 拒不能相知也 就那个那段被 被大家都认为是叫变无胜 这个变无胜的概括就是错的 就不对 人家讲的重要 不在于辩论 前面讲我与若不能相知 后面讲我与若与人 人拒不能相知 而代彼也 就是彼此之间的 那个神秘的互通 那个打引号的 那个神秘的互通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 那个感应 那个感应是要带那个彼的 所以对彼的 这个突出强调 不是我造出来 是吧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说 所以回到这来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否 我们能否获得这种动见 这个丁云兄 这个动见就伟大 就是啪的一下子 就不用论证 丁云兄我都是直接 啪道体 即存有 即活动 即虚净 即虚净 即存有 即活动 应该 应该这个顺序 这就是伟大动见 就往那一放 就动见 对吧 但这种动见 那丁云兄 他的代彼 或是 并不是个体 思索所致 这个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主客之间的不同 然后顺着这个话题 讲这个读 和这个一 其实刚才丁英兄有一个特别 其实很突出的一个这个庄子的理解 这个庄子的理解就是把他完全跟会师相对照 然后把会师这个理解为开端 然后这个庄子在面对这个开端的时候的某种挣脱也好 某种游戏 他特别讲到这一点 而且他其他无外为之大一 丁英兄也希望把他或者倾向于把他读成派一 这个都体现出这种洞见 就是这种对这个绝对者的洞见 可以说我们把它理解为绝对者的洞见 所以为什么丁英兄我的体会 为什么丁英兄会把这个天下篇作为演 其实天下篇的这个整合方式 其实你仔细去看 道体学引论的整合各家的方式 就是天下篇的方式 这个实际上这个其实就是就是叫什么 叛教 叛派还是叛决 其实这个整个方式 对吧 丁英兄大概其实整个道体的引论 大概说比方说这个 这个倒树将为天下列 古之倒树有在于适者 某某某啊 这个珠子闻其风而越之 咱就弄一段 这个横曲于闻其风而越之 对吧 这个亚里士多德闻其风而越之 大概这个样子 你去看 所以整个的他写作本身就是这个 然后他如此敏感于这个这个太一这个词 那还是这个洞见毒体 洞见那个道 就毒体我说洞见那个道体 然后道体的不同侧面的这个呈现 以此来做分判 这个我觉得非常天下篇式 然后说这个说这个 会师跟庄子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 这个当然王孝余先生 其实就专门的那个 庄子内奇片那个研究 就是完全把庄子内奇片和和这个会师 就意思是出处都是真的会师啊 这个是也是一派的这个做法 那么那顺这个话题呢 我就再讲就是也算是回应一点 这个这个宋兄的这个包括 这个的一个小问题吧 这个就他因为我看宋兄这个读得很细啊 然后这个有些有些有些提问 然后呢我是觉得我在我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 我其实的态度是 我只有真正的认为 庄子是伟大哲学文本 我才能以最庄重的态度去阅读 这个用 刚才中午我跟这个云兄两个人在喝咖啡的时候 聊到一个词 师父的成口 你说是叫有些人 静信 这书是你 你怎么面对这个文本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样的一个静性让我 它引我 引我一直往前钻 往胜利走 而在这个胜利走的过程当中 我获得的是 关键思考的 对我个人而言关键思考的突破 比如举个例子 其实我现在对 朱子的理气关系 理气关系的 那个根本的理解 是受到我 已经是被我 基本到20年4月份 我完成庄子这个书之后 是因为我推进到某个地方 推进不下去 然后反复思考之后 得到了一个 一个突发性的一个 就从庄子那 庄子的文本 和我理解的庄子 跟思想当中 得到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上课最近常常讲 我常常说到一个地方 就会说 这伟大的转身 庄子这伟大的转身 我是这种感慨 就是我自己 这个读的态度 那么沿着这个呢 就最后一点 我再说一点点 就是两点吧 尽量少说 一点呢 就是知跟主的关系 这是 就是我们知道在汉语当中 这个知本身就有 就有掌管 掌控 主宰的意思 虽然你其实查字典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意思好像 很弱 对吧 说文里面讲这个知的时候 是讲这个 对 讲这个知的时候 是 是什么 从言吧 大概是 大概这个样子 但总体而言呢 在我们的汉语当中 知就有主的意思 知道就能主宰 知道就能掌控 知道就能掌控 全知意味着完全控制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为什么每个人 是根本上 我的理解 这都是 这就这样自己发挥了 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因为每个人 都是不可能 被别人完全知道 由于你不可能 被完全知道 所以没有人能够 根本上控制和掌控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你是不得不自由的 所以我们 我与弱 与人 拒不能相知 这是多么伟大的 一个洞见 在一个PO 叫什么 POA 如此盛行的时代 你要知道 你得知道 你本质上 是不可能被人知道的 如果你什么 都被人知道了 那你活得多肤浅 对吧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是 这是我说 知跟主的 这样一个关系的理解 那么正是因为知跟主的 这个关系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真知就意味着 那个最高的主宰者 在非对象化的 无知之之 或者不知之之 当中成路 因为你是对象化的知 你的知就一定有一个内容 就是我有个对象 有个内容 但是当时不知之之 最高的不知之之的时候 他没有一个对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把它理解为 那个绝对者的那个成路 就是限度 所以这是我要 这个最后的一句话呢 是顺着云雄 那个对 对庄子跟惠世之间关系的 一个回应 小回应 就是我当然也非常同意 在庄子的生涯当中 惠子的重要性 包括他们俩之间的 这个辩论关系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呢 这个就庄子那篇来说 我们会发现 庄子跟惠子之间的辩论质量 是很低的 对吧 这个质量之低 是令人惊讶的 就是两个人根本对不上话 这个基本上 鸡同鸭讲 所以我上课讲的时候 也会讲说 这俩杠精 就是基本上 就是你说什么 我就杠 这是一共 那篇一共就 一共就三处 庄子跟惠子的这个辩论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 就是庄子跟惠子 第一场辩论的时候 第一组辩论 《小悦游道》第二章 庄子称惠子为夫子 第二第三场全称子 这个子可不是紫约那个子 这个子就是儿 前面称夫子 就是您 后面称儿 所以呢 显然尊重程度是有变化的 这个我觉得你们细读那篇 你会发现庄子 真的是一丝不苟 没有一处称谓是乱的 在所有关系里 没有一处称谓是乱的 就这种称谓 这种称谓如此清晰的 能够清晰的界定出 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不同 这个我就是 就顺着丁老师说的 林兄这个话 我就小小的说一句 好吧好吧 我是说太多了 说太多了 谢谢 其实 在刚刚听六号老师讲的时候 我就特别能体会出 一个严肃正经的学者 和一个不严肃不正经的学者 之间的区别 因为那个六号老师讲 那个知啊 知为主的时候 你知道我想到哪里去了 我想道教里面那个俘虏啊 只要就会叫神的名字 就可以把神叫来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你知道那个神的名字 就可以主宰他 所以我就马上想到 封面迷信那头去了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这个严谨端竖的这种态度 这种某种程度上 这种严谨端竖的态度啊 实际上是一种 非常自觉的自我规范 这种非常自觉的自我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 对一个个体而言 其实是你不要以为是一种 简单的这个自律 它有时候其实是一种 非常持续的这种自我磨练 一种非常持续的自我磨练 有时候是一种负担来的 对于我这种懒惰 而且缺乏立场的人来而言 我是避免任何形式的自我磨练 所以我避免任何形式的 认为某些东西是一定正确的 但是在立华老师的表达中间 你能发现他其实是一定一直在强调 而且他在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震撼 说没有一个称谓是不对的 或者没有一个称谓是错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使你在阅读装置的时候 你能你感受到 他语言的这种诙谐 语言的这种生动和活泼 但是你丝毫不能因此轻视 他在思想态度上的严肃 如果你感受不到这个摄像态度的严肃 请你自觉面壁 跟庄子没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我想校感老师之前强调的那一点 说我要强调的是 我认为庄子对的东西 或者说我认为在庄学意义上来说 是对的东西 那么其实我在想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讲 校感老师实际上有这样的一个自觉的 他说我不是在说我要说的话 而是我要再说庄子 他在庄子的框架里 在这个文本里那个对的话 那么换而言之 我们会在想的 这个所谓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回到那个文本那个意义上 是对的话 还是说我们要去把自己和文本结合起来 在阅读经验中间呈现出那个对的话 这两个对是不一样的 而如果没有前一个对 是不会有后一个对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从文本出发 你再去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自己自我放纵 在阅读过程中间 实际上你是借着庄子来说话 而且你不理会庄子到底来说什么 那么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孝感老师在这个方法论的角度来说 会更倾向于去 在那个文本里面去说话 那么我其实想问孝感老师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限制呢 还是对庄子思想本身的限制 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的经验加进去 那么庄子经典作为那个俊勇性 它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这个当然是我自己临时想到的 所以我想问孝感老师 就是说我们从文本角度在出发的时候 那么那个边界在哪里 到哪里就变成了一种自出积枢的 那样的一种表达 那自出积枢的表达不一定是错 而是说那个界限在哪里 我不知道孝感老师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判断或者是认识 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问题解释为 这个研究的客观性和这个主观性的关系 是 那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个 这个权势学盛行以后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一千个人看莎士比亚就一千个莎士比亚 一千个人读红楼梦就一千个红楼梦 这个我是赞成的 这个理论是很深刻的 但是这个理论带来一个冲击 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有没有一个可能的 就是客观性的追求 我刚才讲的安命与逍遥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从客观上讲 一个飞行员保证一辈子不出任何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医生一辈子看了几万个病人 从来不出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个警察怕案子从来不出任何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理由 要求一个医生一辈子不出错 我们有没有理由 要求一个法官一辈子不要判错案 我们有没有理由 要求一个教授一辈子不要乱讲话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理由 那这个就是说 我想讲的就是安民和逍遥观 就是一个客观你能实现 能达到的那个目标 和你应该努力去争取实现的目标 是有张力的 但是这个张力并不是说 我们就应该放弃那一个合理的 或者正确的 或者社会对我们每一个人 所期待的那个目标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假定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或者理想的社会 那我们要求老师像老师 医生像医生 警察像警察 对不对 这个要求没有错 但是并没有一个模板化的警察标志 或一个模板化的老师的标志 或者模板化的这个护士的标志 没有 但是不等于毫无标准 所以我现在就是研究道家以后 我对这个儒家呀 或者是西方哲学的一些理论 就产生了一点点修正的愿望 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追求真理 要追求的真实 确切的 或者实用的 合乎客观实际的那个 那个正确的理论 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判断 这个方向是要坚持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一个现实的活人总是有局限的 那种理想的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个标准 我们可能达不到 可能永远达不到 如果你达到了 那是碰巧 那是碰巧 一个飞行员一辈子没有出过任何错 那应该是正常 但是并不容易 大错不错 小错也是很难免的 作为一个老师不应该讲错话 可是我当了一辈子老师 我觉得我课堂上 肯定有些话词不达意 或者表达的不太准确 那我想当一个好老师 不讲任何错的话 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那就是我不想有意地讲任何错话 我不想坚持我认为错的东西 把我认为错了 我讲错了 我讲错了 但是学生质问我的事 我要坚持我讲的没错 这个事是不应该做的 就是你应该承认你是有可能错的 那这个是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一个人呢 就是不要给自己一个太大的压力 就是我不能有任何错 我不能有任何人批评我 不能有任何人对我不满意 这个是做不到的 也不应该这么想 也许你真能做到 但是不是一个普遍的 绝对的普遍的行为 但是这不等于 反正我不可能不出错 我就多出点错吧 这个又不对了 所以我有一本书叫 《两极话语分寸感》 这是在我非常痛苦的时候 这个写的这本书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 就是没有分寸感 斗争起来啊 你今天是吧 你读生子 你现在为什么生第二胎 我有一个同学叫刘海欧 就是我们读硕士的时候 他就是想生第二胎 然后穿着个大棉袄 就把这个肚子给盖住了 然后悄悄是生了二胎 然后他丈夫就被停发奖金 开了批斗会啊 在体育学院里面 他也反正也是 也是党员嘛 反正你明知故犯嘛 是不对的 我当时就觉得 你现在是一胎化 然后现在又鼓励二胎 是不是又要鼓励三胎啊 已经在鼓励了 那你总是绝对正确吗 你为什么 你应该有政策 你应该有引导 但是应该给一些活人 有一个活的空间 不应该你定下来 你就应该一米六 你一米七就错了 一米五就是不够 真实生活 真实的世界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 有权利的人就希望 我的学生都应该怎么样 我的员工都应该怎么样 我的市民都应该怎么样 这种思维是非常常见的 那我现在一个简单化就是说 这是一种两极化思维的 一个表现 它只讲这一集 标准的这一集 那另外一集就说 没标准 随便怎么样都行 那是我强调的是 在一切都对 和一切都一定要有 固定标准之间 我们要有一种分寸感 这个分寸感就是说 我不见得认为你是错了 但是我觉得你要讲个分寸 不要错得太过火 你坚持真理 你坚持正确的 比如这个学生守则 你坚持学生守则也是对的 但是不要太过分 就是既不要教条 也不要机会主义 所以这里面就有个分寸 但是我觉得 我所经历的这几十年中 我感到我们的文化中 就缺少这个分寸感的意识 就是总是 今天这个是绝对对的 明天那个是绝对对的 我说对的 你们就百分之百要执行 你们不执行 你们就是错的 然后政策一改 我当时不许你升二台是对的 今天我鼓励你升二台 还是对的 这个思维方式 我觉得是不是需要反思一下 好了 讲的有多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 刘老师其实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是一个学者的自觉 这个自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这个对于某件事情 有一个最起码的自我期许 我想这个自我期许是什么呢 我想尊重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是尊重 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 第二个就是尊重 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人性 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 就是你自认为自己是学者 那么你就必须有很好的学术基础 你不能胡说 因为你是不是在胡说 只有你自己在知道 懂我意思吧 当然了 如果你把这个胡说东西 发表出来以后 大家都知道你在胡说 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在胡思乱想的话 实际上你是不是胡思乱想 只有你自己在知道 那另外一方面 把这样的一种 把这样的一种自觉和自我期许 推展出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推积极人 如果你相信在人性中间 是有那个模糊的 并且需要去接纳多元性的 那样的一个环 那样的一个领域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同时 去接纳别人的多元和模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去提到哲学的一个高度上来说 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所有的哲学思考 都是从自身有限性的自觉出发的 但是只要从自身有限性 自身有限性这个问题 只要被提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实现了 对它的超科 实现了对它的超越 对吗 而且与此同时呢 我们一方面在追求表达的 清晰性和调理感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不得不去面对 经验的丰富性和暧昧性 所以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始终处在一种 纠结的和冲突的状态 而这样的一种 纠结和冲突的状态呢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实际上是现实的思想境况 不要去逃避它 那么你如果 直接去面对它的时候 你似乎需要某种方法 但是你看到某种方法的时候 你是首舞之主导之的 我看到邵明老师的 做中国哲学的方法的时候 我的的确确是心向网之 但是你真的要尝试去做的时候 突然发现会存在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要得出一个结论的 但是因为你不得出结论 人家论文不给你发表对吧 然后你就没有科研奖励对吧 然后你就争不了支撑对吧 你看在座的 这个赵金刚老师 立马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就因为他在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在座的都不面对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想一定要有个结论的 但这个结论本身 你知道其实就已经突破了 那个攸关的那个动态性 对吗 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刚才丁老师强调这一点 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 经验是个概念 经验是怎么被分析的 它如何被分析 而且其实你做了一个基本的预设 就是说 无论在哪一个时空环境下 人们对某一类经验的体会 是大致相同的 那么这种大致相同 造成了我们可以在主体和主体之间 进行跨越和洞见 以及同情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是未经论证的 那如果我们从一个 未经论证的角度出发 去面对一个抽象的 被概念化了的经验 然后我要呈现出一种 作为精神现场的鲜活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是在假设装置是鲜活的 但是从文本的意义上来说 我们只能 因为我们只有文本 所以我们只能面对这个文本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当然我想把这个问题提给 毕生兄呢 是最合适不过的 因为这种问题是不敢提给少明老师 提给毕生兄呢 我没有心理压力吧 那么我想提的问题 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如果面对一个抽象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如何从一个 未经论证的前色出发 最终达到了一个 我们可以共通的方法论 而且这个方法论 是不指向某一个固定的结论的 好 谢谢乐松老师 就是刚才 乐松老师提的问题 跟丁文老师提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 也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然后我尝试做的一个回答呢 其实不是我老师的回答 而是我对我老师的理解 所以仍然还是一样 就是说 我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呢 这是我尽我的可能 来做出的一个回应 因为对经验这个词语吧 其实在此前 我也跟石涛明老师 有过仿复的讨论 然后我简单的 按照我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 我们中国哲学研究者 所面对的是一个 是那个经典文本 就经典文本始终是我们面对的对象 而不是现实生活 因为我们现在做哲学 如果说我们不强调做中国哲学 而是强调做哲学这个词语 如果强调做哲学这个的话 现在已经 最起码我自己已经 已经 已经那个参加过一些 硕博士的论文的答辩 是基本上 没有引用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经典文本 看着那个 比如说看着个桌子 就可以写篇博物论文的这种了 就是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是吧 就是直接面对当下 但是呢 做中国哲学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法论 它最终面对的 其实是那个 要强调的是 强调做中国哲学 最终面对的 其实是经典文本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对经典文本的研究 只不过是在对这种 经典文本的研究 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它进行研究 而做中国哲学这种方法 强调的是说 既然我们要来 做哲学的话 那么就不是 直接的去研究一个概念 那这里面 经验这个词语的提出 就是面对概念 而做出来的一个区分 就是为了跟概念 做一个区分 比如说概念是比较 我们现在在哲学系 对概念这种词语 都是非常的熟悉的 是吧 比如说包括像存在 什么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概念 包括像什么先天综合胖断 这些就是一些概念 但是呢 陈老师讲的这个经验 其实就是说 在这些概念背后 它有一些 背后它有一些 跟生活经验 有关联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 其实有点像 乐松最近刚发表的 那个论文里面 所讲到的 就是怎么概念形成的 观念形成的一个过程 因为一旦 一个观念形成的过程 总会遮蔽 生活经验中的 很多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理解的 陈老师理解的 陈老师所说的经验 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而不是在那个 比如说西方哲学 里面讲到的一个 特别比如特别典型的 一个关于对 比如说对经验的 一个现象学描述 就不完全是在这个角度 虽然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现象学的方式 来理解 也可以 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作为整体的经验 这个词语 不完全是 在这种意义上讲的 所以陈老师经常有一个 有一个比喻 就是毕加索画牛的那个比喻 就是说经验的牛 它是一个活牛 但是如果是把它抽象化 把它抽象化 最终就抽象成为一个 双角形 那当我们今天要来研究 研究牛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研究 那个双角形 我们要研究活牛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从这个角度出发 就是做中国哲学 就做面向的这种经验 跟抽象概念之间 有一个区别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 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会不会再走向抽象概念呢 或者说走向体系建构 我觉得这是做中国哲学 这种方法提供的 在方法上提供的 给我们 为我们 我们如果做概念分析的话 做中国哲学这种方法 能够提供一个提醒 就是说 纯粹的概念分析是不够的 它背后的这些经验 有可能是我们 激发新的思想 或者是 走向新的这种 概念分析的基础 即便是最后做的 仍然是概念分析 但是 它背后的经验 仍然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对象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样的一个经验 本身的重要性 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陈老师所说的 做中国哲学的方法 它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 就是开放性 就是说它特别有开放性 就是说 其实很多 基本上 几乎所有的哲学创造 或者说 当代人面对当代的思想经验 或者面对当代的 当代生活的理解 进行的这种思想创造 或者哲学创造 或多或少 都有做中国哲学的 这种因素在 只不过是 它的因素 占的比例 有多大的问题 所以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后来体会 就是说 觉得确实是特别 就特别有开放性 有开放性 到了 有时候我都觉得 开放性 是有点问题的程度 就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比如说 我们今天 如果是来讲说 那个 儒家 就来讲 专门的讲 一家一派的话 那可能就说 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种方法 如何帮助我们 来做一家一派的 那个 哲学创造 那可能 可能它提供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在于说 你要更重要 你要更多的从 某一家派的 这样的一个 经验出发 来理解 我们当下的生活 那我们当下的生活 其实理论上来说 它是 它是去掉了 这些不同的学派的 去掉了 它的前提 是没有这些学派的 是吧 所以 所以这里面 这里面就是说 我理解了 陈老师提的 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是提供一个 有点像一个 共同的平台 就是给 做中国哲学 就是说我们不仅仅 是要进行 哲学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 要强调哲学的创造 然后在这个 哲学的创造的基础之上 要面对我们 当下的经验 来进行哲学创造 那在当下的经验 的基础之上 是否比如说 接受那个 接受那个 各家各派的 包括比如道啊 或者是礼啊 等等这些概念 那其实是个人的事情 那是各个不同的事情 但是强调 最应该强调的就是 它跟我们 当下生活的光联 并不是天然的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说道 我们当代生活 天然有一个道 那可能做中国职业 这种方法 或者说经验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会不认同说 我们天然有一个 什么样的道 是我们当下生活的根基 所以我们必须 在当下生活的基础之上 重新去建构一个 新的道 比如像老丁的道体论 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理解吧 行 我就回到这里 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同意 毕生老师实际上 一直在 只是没有说出来 刚才那个 孝感老师讲到的 那两个关键词 两句话与分寸感 对吧 就是你在经验的无限丰富性 和概念的无限抽象性之间 你找到一个两句话的点 然后你要有分寸感吧 经验本身这种还原 在某种程度上 还原到什么层次上 对吧 这句话说 把这句话再翻译过来的时候 就是说 我已经告诉你两句话在哪里 那分寸感呢 那纯粹看你自己了 对吧 如果你自己笨 这些事我也救不了你 但如果你足够聪明呢 你是可以掌握的 我一直相信 少明老师表现出来的 那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这样 就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刚才说的那种 开放性 在我看来 其实是统合性的 另一个表述方式而已 我们把开放性 放到最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它就是一种统合性 它其实是尝试去建立起一个 完善的 可以把所有东西 包设在里面的东西 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其实我 虽然我们今天在论装学 但是我仍然要去强调 这个装学在活动性意义上 在这种活动性和他的思想活力的意义上 其实很大程度上 跟丁云老师的那个三技 是非常结合 非常结合在一起 我看到那个既存有 既活动 既虚境的时候 然后又有一种感觉 就说 完蛋了 没话可说来 他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来 你还有什么搞头 就是你说 你说把存有 活动 虚境 都去掉 你还说什么 哲学被他说完了 没有搞头来的吧 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是否会同意 丁云老师那方法中间 有两个很关键的词 一个是判 一个是设 就是判呢 实际上是要告诉你们 你们所偏之处在何 设呢 就是我告诉你 我再建议大权 如何可以将你所偏之处盖住 而且这种盖本身 不是一种弥补 是一种重构 而且只有在丁云老师 这么广大的阅读 和这么宽的学术视野的意义上来 他能做设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都是做判的事情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今天是说 讨论庄学的时候 我们说庄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自觉地认为 它是一个学派 但实际上它可能不是一个学派来的 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吧 它可能是一种 它可能是一种 这个古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思想形态 这种思想形态中间 庄子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庄学的一部分 我深表怀疑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其实丁云老师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了 他说其实是那个一很重要的 对吧 我刚才其实就想说 丁云老师这件事来着 我说这个丁云老师 虽然他总是不强调 他说不会掉到我的陷阱里面 但他实际上还是不自觉说出来 讲一嘛 要讲道题 要讲读题嘛 是吧 那么对我来讲 就是说丁云老师这种方法论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视角本身 其实对庄学是有 或者对庄学未来的发展 是有它的启示性的 这种启示性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脱离 关于这个学术史的桎 能够真正面对到 那个根本的哲学问题 而我相信这个根本的哲学问题中间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保持那个活动 活动的持续性 而这样的一种活动的持续性 就刚才那个 我刚才说 丁云老师说那个三纪的问题 这个其实技本身要似乎比那个三 要显得更加重要 所以呢 如果我把这个问题这么提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 就是在真知和油关之间 如果让丁云老师找到 或者说把他们两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您会认为这样的一种连接本身 那个根基在哪里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用真知和油关扯出了 装子思想世界的两端嘛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为判的话 那么我就想知道 丁云老师所谓的色在哪里 丁老师 这问题我提不住 提了好多 还有那个三纪 你们没有一个人背对的 回去再重看一遍 真的啊 不讲这个问题 这个嘛 就是怎么统吗 其物论嘛 其物其论嘛 此一是非彼一是非 我还是想接着这个 刘老师说的这个分寸感 这个分寸感呢 就是中道 其实呢 我想这个 每一个人可能都听到过这个道理 不要走极端 有一个中道 问题就是这个中道很难把握 它是活的 时钟 时重 只是要随着形式的变化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中直了 它也是一个极端 那困难就困难在这里 我体会刚才这个 这样啊 就是说丽华跟这个 少明 就是毕生啊 你说的这个意见呢 我想再做一点补充啊 就是 我对你们的这个 想法非常的同意 很赞赏啊 就是你刚刚最后讲的 就是你觉得这个 这个少明老师也有一点点 这个过了分寸感了 就是这个开放的有点过了 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概念跟经验呢 都是互制的 互制的 一个揪一个的偏 这就是我刚刚讲治疗性的意义 治疗的东西呢 就是药治病 佛家经常讲这个 但是你病好了 你再拿这个药当饭吃 这个药自己就成了病根了 所以少明老师的这个工作 他永远也要有一个治 就是那个概念性的工作 刚才这个 绿华讲的那些 我都赞成啊 就是我先做一个注角 这个知和统治和行动 最出名的注角 是王阳明传习录里说的 这个知一线事 知一周事 知县知府啊 这个知就是治理 就是他讲知行合一 就是这个 他非常倾向 从当时的这个日常用语 就把这个问题解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概念本身 也可以治疗概念的 而且不用讲 你对现象学可能不是特别了解 现象学要讲 这个概念本身是在 它一个直观经验的基础上 怎么形成的 它不是这样两极的东西 这个 我刚刚讲啊 惠子这个 我没有展开啊 这个惠世实事理 头两条 治大 无外 治小无内 不用论证 因为这个 这个就是概念论识的方式 大一就是最大的东西 它当然是没有外部的 有外部就不是最大的 就是概念里包含了这个东西 最小的 一定是没有内部的 有内部就 它不够是最小的 但是呢 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个在希腊哲学史上 就是对应的 一个巴默尼德牌 一个原子论牌 但是呢 在庄子那里呢 你就是把 治大跟治小的 看成两个东西 没有一 既然它是两个东西 两个都不是真的一 听清楚啊 你说我没讲 从来不讨论 真正哲学问题 我课堂上 都是这样讨论的 只要你忍受得了 只要你忍受得了 我继续讲 我推荐给杨子 看一个 这个 你应该 可能听说过 就是这个 中世纪晚期 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 这个 德国神学家 叫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 叫 《论有学识的无知》 你说真知无知 无知里 他讨论了 最大的 最大和最小 他说最大和最小 是奇的 为什么 都是无限 无限 所有的东西都在无限里 所以它是最大的 但是无限的外面 没有对方 所以它在 所有 它在所有的东西之内 它又是最小的 最大和最小 对这个无限来说 是一样的 奇了吧 奇了 奇就是因为 它用这个活的无限去奇了 这个和宋兄 刚刚没有展开的 理事互入 事事互入 还有那个 传山解庄子的时候 讲不能把倒体之为一 因为一和万 是互含互入的 这个境界完全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我们视野放的更宽一些 我想可以看得更多一点的东西 我就讲这些 谢谢各位 我明明看到 丁云老师眼中 那个OS 就是儿等学渣 主要说我 主要说我 对吧 而且我必须跟丁云老师解释一下 说那个哲学问题 和关于哲学的问题 是我读丁云老师 那个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2013年发的一篇文章 那个强调的 我读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醍醐惯灵的感觉 所以我们不要 总是谈论哲学的问题 而要谈论关于哲学的问题 就是我能找出原文的 我能找出原文的 我并不是以此寒舍说 这个丁云老师上课的时候 不讨论哲学问题 你觉得我是有多么无知和大胆 才能会有这种感受 我想从丁云老师的意思来说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讲的互相含舍 和那种互相的包含 与此同时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动态性 这种动态性和那种包含本身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知识 在行动的意义上 它才呈现出来 对吧 我不知道各位是否同意 这样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这种相互的含舍 相互的含舍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相当反日常经验 就我们的日常经验中间 实际上是比较清晰地 意识到什么东西的差异 但是在差异的基础上 要再进行反思的时候 它才显示出那种互相含舍性 而且这种互相含舍性 会再引入到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是能感受到一种静态的 这种稳定性的 但是我们要真的去理解静态稳定性之间的 那种动态的转化性 实际上又需要反思的 而在这个方面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 就是最能够体现这样的一种 这个思想的深度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佛教的哲学 或者说印度思想中间那些东西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 我一直跟我的学生开玩笑 我说印度比较热 就是他每天都在思考问题 就是他的确不能离开那个阴凉地儿 所以他就每天住在那个阴凉地儿的 干嘛呢 你就思考问题 思考这件事情呢 你会很容易产生一种 对日常经验的剥离 因为思考不是一种日常经验 或者说 不会是每个人的长久的日常经验 但如果一个人把 思考当作生活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种日常经验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所讨论的庄子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跟佛学或者佛学思想 是有一定的押韵的 至少至于这个韵脚在哪里 我不知道 而且呢 这个 这个 无论是这个 王同老师刚 之前讨论到 其实在近代 近代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环境里面 高扬个体性的时候 我们就会强调庄子 如果我们想要强调集体主义的时候 就会强调 这个 就会否定庄子 那么我想这样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 就是 在近代社会中间 我们对庄子的理解 是相当刻板的 如果这种刻板性本身 不被解决的话 那么实际上 庄子的时代性 就没有被体现出来 那么 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地 想要说明 我们今天以这种方式 已经 克服了这种刻板性 而是说我们今天实际上 以某种方式提出来 庄子的丰富性 那么 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 那么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未来的这个 中国哲学的研究 我不是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研究 在这个 王松老师看来 您所专 专长的华言学 和这个 庄子的哲学 以及包括庄子 对佛学和佛学与庄子的互相激荡呢 实际上是不是能够 为我们提出一些新的 关于 庄子理解 乃至对中国哲学 整体理解的这么一种 线索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能才真的是在论庄 而不是在 这个 某种程度上 我们才尝试去发现它 而是我们在谈论它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也很认真的听你的问题 因为 乐松兄那个 思路特别宽广 我经常跟不上 话也比较密 对 而且我大概我听明白了 就是这个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我还真回答不了 或者说 我还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 我其实更多的那个工作呢 是比较偏重于这种学术性的工作 虽然我做那个 就是或者我是说 就是 不是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丽华兄和丁云兄啊 其实我们大家都比较公认 是那种当代哲学家的那种气质 可能他们回答这个问题啊 更合适 另外呢 刚才那个 我们毕生兄说啊 那个 可能庄子在 丽华兄的那个思想世界里的某一个角落 我觉得他们的角落里还有一个是佛学 不当然肯定的那个丁云兄也是这样 就他们的那个 在哲学思考中 其实运用了很多这个 佛学的这个思想资源 这个我就不一一去举例了 其实太多了 因为我读他们的 拜读他们的文章啊 经常 能受到启发 当然 另一方面呢 就是说 可能也是因为我老戴着这个有色眼镜 有时候这个乐松 跟我开玩笑说 你怎么看什么都 就是讲着讲着都讲到那个佛教哲学去了 可能因为我就懂那个 所以我 我刚才就是说那个 我看 丽华兄讲的那个 无知之之 他讲的这个 他实践是没有内容的 没有界定的等等 其实这个我就怎么看怎么像那个珍儒 怎么看怎么像那个珍儒 因为 其实珍儒我们 我们 从厚德志的这个角度 我们是把他作为一个相分来去带相来观他的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他是没有像的 但是呢 我们又从言语 其实我们言说中 逻辑中 我们又必须去说他是吧 但是从 从这个根本志的角度讲 他又是没有像的 我觉得跟这个很类似 当然我不是说那个 丽华兄是受到了佛学的这个启发 但是我觉得 确实是有很多可以相互比较的地方 还有就是 刚才丁云松说那个 三纪啊 说他们都没不对 是不是既活动 既存有 既虚敬 既西境在第一是吧 我想说的也不是想说这顺序 因为我也记不清楚 但我知道这三个 重点是说是那个记 这个是丁云兄自己都承认的是吧 这个记 他其实里面有很大的佛学资源 是吧 从天胎的这个六记啊等等 所以这个例子举不胜举 举不胜举 当然那个丽华兄他比较严肃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我就讲点 他比较严肃 他比较严肃呢 他还 他吸收了这个佛学的 这个很多的这个思想资源 但他还不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佛家 肯定不是个世家的人 对吧 所以如果他要是一个 那个 佛家的立场 从庄子到禅宗 所以刚才那个乐松兄问 这个 真知是什么 说这个问题到底可问不可问 那从禅宗来讲 就是佛祖希莱裔啊 这不可问 是吧 这就是佛祖希莱裔嘛 所以我 哎对 没揍你一顿就不错 是吧 你要问这个问题 就可以直接 直接放喝汁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这个 杂七杂八这个说法 算不算回答 总体而言 我觉得他肯定是 有这种相互的 这种关联性 因为中国古代的这种 思想和传统文化呀 它是交织在一起的 从佛教传入 就有一个 以庄解佛的这么一个过程 通过庄子的 很多的这个概念 去理解佛教 那么在这个后来呢 有以佛解庄 有的 有的以佛解庄 它就是为了 来论证佛教的 借助庄子的资源 来论证佛教的思想 有的解庄不一样 我觉得这里边 比较 我可以用了不起 这个词来请问吧 比较了不起的 以佛解庄的是 张太炎先生 因为张太炎先生 他用了佛教的思想资源 深化了庄子的 哲学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解释 它是一个阐释 阐发 我觉得那是 非常有创建性的 我就讲这些吧 谢谢 网统老师 讨论的这个 讨论这个点 他说他不知道 他有没有回答我 他其实已经回答了 意思就是说 借用佛学的思想资源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呢 就是匿名的借用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丽华老师 是匿名的借用了 这个佛学资源 还有一种是 这个非匿名的 张太炎先生 是非匿名的借用 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就是进一步的 提升了庄子的哲学性 这个提升这个 使用的很重要 有一种高度的 历史主义在里面 就是它是发展的 它是往上走的 那么我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我们很大程度上 必须承认的一件事情 就是庄子本身 被我们的学者 用他们自己的学术工作 和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思想 把它不断地打开 在这个打开的过程中间呢 其实它含色了 更多的内容 我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最近的十年间 你肯定可以看到 中国哲学 在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 想要创造出一种 新的这个思考空间来 我认为这种昂扬的姿态 一方面是有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 就是我知道 我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方法 要突破原来的方法论框架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要有一种勇气 去能够锚定一个问题 锚定一个概念 并且能够通过这种概念的运用 建立起一个根基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这种姿态 就是在对谈和在讨论中间 呈现出来的 我们中国 至少从我从台下为观 到台上为观的 这个心路历程来看 我自己的感觉来看 我就觉得这种 这种中国哲学五人坛 它一直保持的 就是这种昂扬的态势 我不一定认为 这是一种所谓 向上的 这个东西 因为向上的东西 又太历史主义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昂扬的态势 本身所带着的那种精神气质 可能是能够总结出 中国哲学在过去的十年中间 一直在尝试去呈现出的新的气象 至少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时间其实过得非常非常快 而且我终于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中国哲学五人坛最大的危机 是时间不够用 就是如果让各位老师敞开了讲的话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五个人都可以下去 丁老师一个人坐这儿 他就讲完了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 只能让老师们 以一种非常简短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 虽然都是很简短的方式 但是用王松老师的话说 他们都是结识的隐秘的地方 对吧 隐秘的角落 这个隐秘的角落 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在思想的主体 但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思想的话 你就会知道这是药引 对吧 可能占的比很小 但它对于整个药效来说 是有决定性的 那么我认为庄职本身 作为一个文本 对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就是一个药引 它未必能够占据 我们的主流位置 能够统设我们的生活 但是它始终在激荡 我们对于生活的这种警惕 避免落入熟见的这种知识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按照我们的议程 虽然我们还有会给现场开放一到两个问题 然后可以提给我们的老师 然后我请我们老师来回答 我想在提问的时候 提问之前我想说明 就是尽量提问题 不要评论 你一定要相信 除了坐在下面的吴飞老师和赵金刚老师 还有冯金鸿老师以外 你们的评论不会比我好的 你们一定要真诚地相信这件事情 我必须把他们三个排除掉 所以如果你们有评论 你们可以私下的再评论 如果是有问题 问题直接一点 就是有以锋利的姿态提出你的问题 我们看看有哪位有问题 我的问题主要是针对 定云老师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定云老师也提到了 就是庄子哲学和惠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这个时候呢 老师提到这个惠子呢 它是以一种低开端的这样一种形态出现 而庄子呢 它是对这样一种低开端的一种治疗 然后呢 这样一种低开端呢 就是在这个 呃 陈乐松老师您评价的时候也提到过 这个呃 这是一种对生活经验的一种缺失吧 所以呃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 我再反过去看 定云老师前面对呃 陈上明老师的一个呃 观点的一个分析吧 就是说这个经验呢 他本身呢 呃这样一种方法是值得质疑的 那但是 我在这样反观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陈上明老师本身 他也是在 以一种这样一种治疗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呃 现在这样一种对生活经验缺失的 这样一种纯理性的这样一种形态 对刚才其实这个问题 这个定云老师可能也做了一个回应吧 就是提到了这个分寸的问题 呃 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呃 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 这样一种经验的 生活经验的这样一种纳入 对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 它到底有无必要 而且是否可能 我是想问这个问题 啊 谢谢这位同学的问题啊 呃 当然有必要啊 当然有必要 这个 陈老师的这个贡献呢 就是汉 实际上现在哲学的主流形态 就是概念论的 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 不管他们做的是笨拙一些 还是高明一些 实际上都是概念论的啊 那么 问题就在于就是 陈老师讲的这个经验 他只是开了一个路 后面还要继续的 继续的丰富 比如说经验不是被懂的 不是我 我坐在这儿 各种经验就来了 这有一些观察的经验 五官的经验 有一些是让你实践才能获得的经验 啊 比如儒家讲功夫 有功夫论 功夫论是一个论 理论 但是它的前提是 你要主动的 开取次第步骤 怎么样去修行 知良知啊 比如说这个是功夫 但是这是主动获得的经验 总之可能是经验是 我们打开 理论打开和现实交往的 唯一一个真正的一个渠道 啊 这是我 我对你的这个回应吧 简单的回应 谢谢这位同学 还有哪位同学 我们再提一个问题吧 谢谢老师们的 今天的这个分享 我的问题是给杨老师的 就杨老师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在读庄子之前 要对庄子这个文本 有一个足够尊敬的态度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对庄子 抱着一个足够严肃和谨慎的 这样一个阅读的方式 从而才能够 真正的去看到 它里面的一些洞见 我个人是很认同 杨老师这个观点的 但我想问的是 就是说 在还没有阅读文本之前 就已经带了一个 说它很伟大 这样一个态度 它是怎么能够 获得这个合理性的 就万一这个文本 它确实没那么伟大 但你还是当一个伟大的文本 来读的话 会不会产生问题 这个是我的一个 比较简短的问题 像杨老师 我这个借用这个 是王同学 现在清华 怎么好像 我这没说 好像你是托儿一样 不好意思 就是这东西 这个跟那个 刚才宋兄 提到的一点有关系 其实我在写《庄与子哲学》 研究这个书的时候 我显然是受到了 奇梧论事的深刻印象 虽然张泰岩先生 很多具体字句的解释 我都是不同意 比如说他那个 就是这个 隐 道乌乎隐而有真伪 言乌乎隐而有是非 那个隐 它非得往前关联 要读成隐积之隐 这个 其实上下方看不对嘛 对吧 但是他根本的见识 我是认的 就是他其实是讲这个 用阿赖耶识来讲 对 所以我其实造了一个词 我不想用佛教的词汇 因为我觉得 这属于方法论的误用 因为你这个 他就错置了 在某种意义上 我觉得 我不说张泰岩先生 那个做法不好 就是说 我还是希望 不要用 因为你用阿赖耶识的话 你会带入整个一整套的 那个维时学 而且是中国维时学翻译的 那个 那个与会的影响 所以我造了一个叫 叫根本之 那个根本之 其实我 我想说的 其实就是阿赖耶识 这个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 我认为 我是同意 张泰岩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洞见 对吧 那这是我说 回到这来 顺便我就说这个 就是 当我们一切都要自己去亲政 然后才能够去做的时候 你不仅要说 不仅不是 不仅读书这件事 你生活也没有办法 有一个人跟你说 这东西特好吃 这东西有营养 你没吃过之前 你并不知道好吃 然后你 你没营养之前 你 你也并不知道 它还真的有营养 所以这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判定一部经典 是不是重要 一本书是不是重要 到底我们应该 以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专注的态度 庄重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书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 这个传承在 所以这个地方 我说 佛教有一个讲法 叫圣教量 叫圣教量 就这个 这个佛陀本身 说的话 是标准 这叫圣教量 这就好像 比方说我们 我们历代传承下来 我们当然就 对儒家的一些 基本判定 我说这个 真的是孔子这么说的 真的是孟子这么说的 这事呢 我们就 我们确实要 极度重视 虽然我们不一定说 能达到 对圣教量那样 那样的一个见证 而我们现在习惯性的 有个毛病 就是说什么事都在我自己 亲自验证过之后 然后我再判断的好与不好 问题 你连判断的品位 都没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怎么去判断的好与不好呢 对吧 所以你这就构成了一个备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得不说 我们在 有太多重要的书 就这书往那一摆 所有的老师都跟你说 这书就是重要 这就 你就认真去读 对吧 你读谢霖 你不读 先言维修论体系 不读它艺术哲学 你一个搞美学的 你不读艺术哲学 你搞什么搞 所以就这个就是 就简单 在这个意义上 你说我没读之前 我没读之前 我怎么知道它伟大呢 反正我拿起 这个艺术哲学的时候 或者我当年 读存在时间的时候 我读不懂 我连续多少年读不懂 就读不进去 从来一直 七八年就超不过一百页 因为实在受不了 然后就死磕死磕死磕 为什么我还死磕呢 因为我知道 那书我读不懂 不是他的错 是我的错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个我跟你说 这就是立华老师 立华老师版本的 品味的解释学循环 是吧 你想有品味 你就先得读 对吧 但是你要读呢 你就得有品味 这就搞没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一直认为 我自己是个有品味的人 但是又没有阅读的基础的话 那你不要怀疑 你一定是个杠精 对吧 就是这个逻辑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想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其实为什么 我们大家要坐在这里 听几位老师讲庄子 我告诉你 这就是品味的养成 在你阅读之前 你要先有品味 最简单的方式 是听别人说 如果你还没有读完 没有自己的思想 没有自己的感受的时候 你就开始杠精了 那么从一定程度上 我们把它称之为心理疾病 而不把它称之为思考能力 对吧 我们时间其实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这样好不好 请各位老师 用很简短的时间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想从王松老师开始 然后到丁云老师 然后到毕生老师 然后到校感老师 然后丽华老师 我觉得我才是画老本老 所以的话就是 请王松老师开始吧 我中间就不再插画了 好 那我就一句话吧 我觉得那个 因为读了两位老师的书嘛 其实我想引用 那个少明老师的话 就说庄子哲学呢 它是我们摆脱思想桎 在这个一个任何一个时代啊 都是平衡极端思想 和思想惯性的一个利器 我就用这句话 谢谢 我接着刚才这位同学的问题讲啊 跟那个少明老师的这个观点啊 合在一起 经验固然重要 但是经验是被传统和概念中介的 这点特别特别重要 经验不是指自己个人的经验 整个先辈的经验 如果要相信这个 我们人是历史世界中的人 有很多判断是历史交给我们的 如果说我们不是鲁宾孙式的存在 所有的知识都要靠自己第一手去做 所以我的这个总结啊 就是说让这个概念或者论证和经验互制 让经典和现实互制 那我刚才讲到了一点 就是说 我是说到两极化有分层感 那么现在再补充一句的话 就是说 我是从实践的角度讲 那很多搞哲学的朋友是讲概念 这是完全必要的 澄清概念 这是必要的 但是真到实践中 光是概念清晰是不够的 要把多方面的东西综合起来 刚才讲的两极化与分层感的实现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对人的尊重 对所有人的尊重 而不是因为你学问好 或者你是什么长 或者你得过什么奖 我才尊重你 我就对每一个人有基本的尊重 这样我就不会有两极化的判断 和两极化的判断 你必须这样 你不这样就是错误的 你必须那样 那样就是伟大的 我就避免这种两极化的判断 背后要有一个对人 人性的最基本的尊重 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因为我今天是代替陈善明老师来参加的 基本上围观了一遍 然后这其实就是 大家看我在这里说的时候 基本上是达到了庄子所说的 无上我的状态 就是根本没有我 我就最后这句话我说 那就我读尚明兄的书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看来一个人的饮食结构 是影响一个人的住宿方式的 因为我食物一向单一 所以我的住宿形态呢 就比较刻板单一 尚明兄应该是 这个饮食的品位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总体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姿态 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 要警惕饮食对自己思想形态的塑造 我把立华老师画翻一遍啊 就是吃货的体制有利于思想的深刻 是的意思吗 这个是立华老师的自谦自词 最后我还有三句话要说 第一句话呢 就是首先要特别特别感谢三连书店 还有我们组织这场活动 在幕后做了很多工作的同学们 其实三连书店对于这个活动的 一系列的支持 本身我认为啊 至少我也是受益人 每一次的五人坛 我都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 当然这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了 对吧 那第二句话呢 我想说明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因为时间的原因 各位老师没有充分的表达 他们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那是我的罪念 但是呢 正是因为没有这种充分的表达 所以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想象力 去想象那个未尽之意 这又是我的功德 所以我相当于什么都没干 就是在这个有效的围观了一下 然后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做到的事情是 所有对中国哲学和对中国的思想 有兴趣甚至有使命感的人 都应该学习这种昂扬的姿态 学习这种敢于探索的这种姿态和 这种勇气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 实际上我们才是在同一个平台上 用一个共同体的方式 在推进时代与经典的互制 我想这个刚才这个丁云老师讲的这一点 我是完全完全完全认同的 就是如果没有从经典出发的 所有时代都是空洞的 但是如果没有时代的背景 做的经典的解读 那就是琐碎的和缺乏思想深度的 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真知和有关 那个经典被我们以信念的方式当作真知 但是时代又给了我们有关的视角 在这样的角度来说 使得谈论和反思变成了一种必要 甚至变成了一种责任 我想在这个意义上 我不知道几位老师会不会认同我的看法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是 的的确确的完善的使用了主持人的特权 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 为主持人做了一个新的定义方式 就是话太多 各位知道反派是都死于话太多的 对吧 这个幸好我不是反派 再一次感谢在场的和在线的所有的师友们 让我们用最乐乐的掌声 感谢五位老师 给我们做出精彩的分享 感谢五位老师 感谢五位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